東羅馬帝國的起點是從哪一年開始算起的 歷史學界還有爭議 有以下幾樣觀點 一 從公元330年軍事坦丁大帝建立新羅馬 他選擇在古希臘的城市拜占庭建立新都 所以東羅馬帝國也叫做拜占庭帝國 這個新都我們稱之為軍事坦丁堡 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爾 羅馬帝國政治中心東儀從這個時候開始算東羅馬的起點 二 公元284年 戴克里先皇帝引入了四帝共治治 將羅馬帝國分為了東羅馬和西羅馬兩半分治 開始為東羅馬帝國的起始紀念 三 公元476年 西羅馬帝國滅亡開始算起 四 公元527年 東羅馬帝國出現了一個非常非常牛的皇帝 他叫查氏丁寧一世 從他登基開始算起 還有一些其他別的算法 今天我要說的東羅馬帝國是從東西兩邊分開之後說起 羅馬帝國最後一個統一的皇帝 迪奧多西一世在公元395年的時候 將帝國一分為二 分給了自己的兩個兒子 阿卡迪奧斯和霍洛里烏斯 阿卡迪奧斯成為東部的皇帝 定督於軍事坦丁堡 霍洛里烏斯成為西部的皇帝 他的首都是在米蘭 接下來的歲月裏 分開後的東西羅馬經歷了完全不一樣的命運 東羅馬這邊基本上避免了西羅馬帝國於三世紀和四世紀所遭受的劫難 這裏面的原因很複雜 比如說蠻族問題 兩邊都遇到了蠻族 東羅馬迪奧多西二世加強軍事坦丁堡的城牆 使得這個城市變得異常的難攻 蠻族入侵的目的碼無非就是搶點錢 當西羅馬帝國多次被蠻族入侵和洗劫時 東羅馬帝國這邊防守那麽嚴不好打呀 往往只要交點錢就可以打發掉他們 後來東羅馬皇帝利奧一世還與西哥特人談判 他結束了西哥特人對東部帝國的威脅 什麽談判能讓蠻族放棄嘴邊的肉呢 據說 據說 東羅馬這邊的態度就是 西羅馬您隨意 想怎麽搶他們就怎麽搶他們 我們也不會插手的 而我們這邊呢 要錢你就給我們說 我們就給你錢 怎麽都好說 反正別動手就行 蠻族一看 東羅馬這麽懂事 不費力還有錢拿 而且他們的城牆那麽難攻 還動他們幹嘛呢 對東羅馬 蠻族就是小打小鬧 而對西羅馬則是往死裏打 當然 西羅馬的滅亡表面上看直接的原因 的確是因為蠻族入侵 其實還和疾病 自然環境 連連戰爭和平復分化 羅馬的功名制基本崩潰等等都有關系 西羅馬滅亡的時候 東羅馬的皇帝叫知諾 他同意把意大利分給流放了西羅馬最後一個皇帝 羅莫露斯的軍人奧多亞斯去管理 公元448年 日爾曼的另外一隻東哥特人 在他們大哥迪奧多里克的代理下 來找東羅馬帝國的麻煩 在兩次入侵拜戰廳幾乎快要攻下軍事坦丁堡的時候 知諾沒有辦法 他被迫指定了迪奧多里克為意大利的國王 同意東哥特人可以入侵意大利 幾年後 迪奧多里克又殺當時意大利的大哥奧多亞斯 自己成為意大利的國王 迪奧多里克他爸是東哥特國王 早年的時候和東羅馬簽了合約 兩邊互不侵犯 迪奧多里克就被他老爸送到軍事坦丁堡當人質 他小的時候是在拜戰亭的宮廷中長大的 這段經歷可能就使他認識到了文明世界的優點 他沒有像其他的麻銀那樣只懂得破壞 而是努力的維持社會的秩序 他佔領了意大利和西西里島後 迪奧多里克修兵霸戰 並且他努力的跟意大利周圍所有麻銀經歷的小國聯姻友好 讓意大利半島在這段亂世中獲得短暫的平靜 西羅馬島下 從他的軀殼上站起了無數新的政權 羅馬其他的興盛隨著帝國的分裂都與佔領的部落同化了 除了剛才說的意大利之外 還有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國 北非的汪爾達王國 外高魯的法蘭克王國等等數不清的小國 歐洲各國的初心正在逐漸形成 公元491年皇帝芝諾去世 軍事坦丁堡宮廷裏一位頗受尊敬的官員當了皇帝 這個皇帝的禁衛軍隊長是一個他十分信任的人 叫查士丁 查士丁是個真正的曹根農民 曹道遠自都不認識 估計是他年輕的時候很能打架 被官方看中了 當了兵 服役N年後 憑藉忠臣與戰功混到了今天的地位 據說皇帝晚年的時候有三個親戚 他不知道該立誰為繼承人 就想了個辦法 在房間中放了三個沙發 其中有一個底下藏著一封信 他讓三個親戚來到房間裏 誰能夠坐到有信的沙發上 誰就能繼位 三個人有兩個人擠著一張沙發做了 另一個人單獨做了一張沙發 居然誰都沒有做到有信的沙發 皇帝又覺得 可能這就是天意吧 看來他的親戚都並不適合 下面是要是第一個走進房間 誰就是下一任的皇帝 對你沒猜錯 查士丁第一個進來 於是他在68歲的高齡紫袍加深成了皇帝 也不完全因為他幸運 人在軍宮卓越大家都服氣他 皇帝也信任他 他才能夠順利的被擁立繼位 可是他不是不認字嗎 連文件都看不懂怎麼處理公務 好在他有個外甥 和他的名字就差一個字 叫查士丁寧 雖然也是貧困的農民出身 但受過教育 小查還是個小青年的時候 就跑到軍事坦兵堡 投奔當時已經擔任高官將領的叔叔查士丁 在那裏他又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正好他書是個文盲 他就輔佐他書 查書後來登基 查士丁尼就自然成了查書的養子和繼承人 公元527年 查書宣布小查成為了共治皇帝 同年查書就死了 查士丁尼成為了唯一的君主 我們叫他查士丁尼一世 也可以叫他查士丁尼大帝 一般能被叫做大帝的 都不是普通的皇帝 查士丁尼可以說是古羅馬墨系最重要的一位君主 來看一看他在位的時候都發生了一些什麽事情 當時東羅馬最大的死對頭就是隔壁的波斯 為了爭奪東方貿易的商道 查士丁尼登基的當年就和波斯開戰了 死對頭馬通常水平也差不多 各有勝負 最後還是得和談 查士丁尼還賠了波斯一大筆錢 知道是這樣的結果 那還主動打架幹嘛呢 除了爭奪東方貿易的商道之外 還有其他的用意嗎 和波斯和談對羅馬來說意義何在 查士丁尼其實就是想要獲得和波斯和談的籌碼 與波斯地界和平協約 因為查士丁尼有個大志向 他想收復羅馬帝國失去的土地 如果他不先搞定波斯這個身邊最大的威脅 他不能安心的呀 隨後 他又用萬能的鈔票收買了北部的酋長 就這樣 暫時穩定了東方和北方的邊境後 查士丁尼就找了個藉口派兵西真 進攻汪達爾王國 率軍的將領叫做貝利薩劉 也是一個牛到不行的一代名將 以前被派去和波斯打架的就有他 西真兩年後 貝利薩劉就滅亡了汪達爾王國 北非拿下了成為了東羅馬的一部分 接著查士丁尼又找了一個藉口和東哥特人開戰 還是派的貝利薩劉進軍意大利 雖然這一仗打的反反复复 你贏一次 我贏一次 你又贏一次 我又贏一次 我又贏一次 來回反复了好多次 最終東羅馬還是搞定了西哥特人 西哥特王國徹底滅亡 從開戰到全盛歷史十幾年 意大利終於又重新回歸到了羅馬的版圖 此外 查士丁尼還遠征西班牙 去西哥特人的地盤搶到了東南部地區 總之 在查士丁尼大帝的手上 恢復了大半個曾經的羅馬版圖 這還不是他最大的功績 他最為人知的是將千年來眾多的古羅馬法律匯編成篇 完成了一部統一的法典叫查士丁尼法典 這一部法典代表著羅馬法的最高成就 是後來歐洲各國立法的基礎 羅馬人喜歡看鬥獸表演 訓獸師是一個很常見的職業 在東羅馬帝國的首都軍事坦丁堡 有一個叫阿卡修斯的訓雄師 阿卡修斯有三個女兒 個個冒昧如花 二小姐叫迪奧多拉 她長大以後當了一個喜劇演員 人長得漂亮嘛 又是個演員 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的機會一多 自然就招惹了不少東羅馬的那些公子哥 迪奧多拉周旋在他們之間保持曖昧的關係 通俗點來說就是高級妓女 她還和一個官員生了個私生子 因為賢明遠波 吸引了查士丁尼的注意 那時候查士丁尼還不是皇帝 不過也是一個地位比較高的官了 查士丁尼不計較迪奧多拉的那些前程往事 非要娶她為妻 兩人就這麽結了婚 迪奧多拉這樣的出身畢竟是不光彩的 帝國人民沒少在她的背後攪舌根 為了表示我和我老婆是真愛 查士丁尼登基後就立迪奧多拉為帝國的共治者 大家都知道羅馬人民是非常喜歡競技活動的 除了鬥獸角鬥士之外 他們還流行玩賽車 就是馬拉著車跑 看誰跑得快 有娛樂就會有粉絲 有粉絲就會有粉絲掐架 支持不同賽車選手的市民逐漸就分成藍黨和綠黨 每次舉行比賽的時候他們都吵個不停 吵不明白就開始呼殴 公元532年 藍黨和綠黨又發生了衝突 這些黨內的粉絲可不是小菜鳥 他們包含了帝國內部各個階層的人 綠黨主要是農民富商 藍黨主要是海員 大貴族元老院議員 這次衝突的原因是綠黨澤馬當時在場看比賽的查士丁尼他偏袒藍黨 藍黨看到皇帝受辱 立刻就跳出來反擊 兩黨爆發激烈的鬥毆 查士丁尼很煩躁 好好的看個比賽都不行 他就下令兩邊鬧得最兇的那幾個頭頭都綁起來 絞死 可能是繩子質量不好吧 有兩個人在被師尹絞刑的時候 繩子斷了三次 這樣的事情在羅馬群眾的眼裏 他們可不會覺得是繩子質量有了問題 他們認為這就是神的旨意 在場的群眾都要求放過這兩個人 櫃子手本來還想要再掉第四次的 這時候群眾暴動 搶走了那兩個死球 兩個死球 一個是藍黨的人 一個是綠黨的人 於是兩派就聯合起來示威 最開始他們的要求也很簡單 就是要皇帝寬恕這兩個人 後來想想難得示威一次 不如多提些要求吧 隨後示威者包圍了皇宮 要求這樣要求那樣 衛隊面對狂怒的民眾 不得不撤回到宮內 暴民們沒有辦法衝進皇宮 就在城內四處放火 焚毀了很多的公共建築 事情愈演愈烈 查士丁尼只好露面 發表了演說 可是暴民們根本就不買他的賬 皇帝見形勢不妙 扭頭就跑 回到宮裡急急忙忙就捲上錢 打算要坐船逃跑 皇后迪奧多拉見老公這副狼狽的樣子氣得不行 她說出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話 大概的意思是 如果只有逃跑才能保命的話 我也是不會跑到 頭戴皇冠的人不應該在失敗的時候苟且偷生 如果你想跑你就跑吧 祝你好運 你有錢 你的船也已經準備好了 至於我 反正我是不會跑到 我一定要留下來 因為我很欣賞一句話 紫袍是最美麗的果實部 皇后說完了這番話 查士丁尼頭都抬不起來 作為一個皇帝 還沒有自己的老婆有膽識 她決定要留在首都 接著迪奧多拉就派人收買了藍黨的一些官員 讓他們支持皇帝 軟的手段還不夠 名將貝利薩劉也被叫了回來平亂 這件事最後以3萬示威民眾被學習結束 暴亂被鎮壓了 迪奧多拉在事後正式被提升為了皇帝的共治者 全面的參與帝國事務 她作為一個堅定智慧的形象被後世銘記 說回到她老公查士丁尼 作為東羅馬的千古一帝 後世對她的功績是肯定的 可是當時的羅馬人超級不喜歡她 雖然對外戰爭打回了不少失去的領土 可是戰爭頻繁也就意味著燒錢快 為了防範外族對東羅馬的進犯 查士丁尼在防禦工程上也花了很多的錢 在邊境行審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堡壘無數個 加上她還喜歡大新土木 重修了聖索菲亞大教堂 搞這些都是需要錢的呀 錢哪來 還不是老百姓的口袋裏來 繁重的高稅壓力讓人民苦不堪言 況且在她統治後期 鼠疫的流行和多次自然災害的爆發 讓整個帝國籠罩在一片世界末日的感覺裏 所以查士丁尼到底是公大還是過大 無法評說 她和迪奧多拉沒有兒子 她死之後由她的侄子繼位 查士丁尼一世和她的老婆迪奧多拉只有壹個女兒沒有兒子 但他們有不少侄子 就選了壹個侄子繼位 查士丁尼的上壹個皇帝是她的叔叔 不是叫查士丁嗎? 好巧不巧 這個侄子也叫查士丁 所以叫她查士丁二世 歐洲好多的皇帝都是崇明的 有些有血緣關系 有些沒有血緣關系 崇明的就叫壹世 壹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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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世等等 皇帝查士丁尼打仗花了很多錢 曾經他向老百姓貸了不少的款 說是說貸款 基本上這打白條了 沒有打算還的 查士丁二世是壹個手信用講義氣的好孩子 他臉皮飽滿 見不得老百姓討債的可憐模樣 他把強行貸款來的錢推還給了民眾 還減少了付稅 是壹個很善良的皇帝 可是這樣壹來 政府不就更窮了嗎 國內的問題不是還人民壹點錢就能夠解決的 連連的戰爭掏空了國庫不說 使包括羅馬城在內的諸多城市遭到破壞 拜占庭根本就沒有辦法長期佔用意大利 況且外面的局勢也很不樂觀 查士丁尼是收復了壹大片的土地 可是蠻族並沒有滅亡 他們還在的呀 查士丁二世接手的時候 就是這樣壹個空空如也 危機四伏的拜占庭帝國 這時候日爾曼的壹隻倫巴底人就趁機跑出來 搶了壹大利的大部分領土 在那裏他們還建立了倫巴帝王國 也就是說查士丁尼好不容易收復的壹大利 在他死後沒多久又壹主了 以前查士丁尼為了和波斯簽訂和平條約 他答應每年都要給波斯進貢 查士丁二世倒是很有骨氣 我飯都吃不飽了 沒有錢孝敬妳 他毅然就斷絕了對波斯的年貢 波斯是好欺負的嗎 妳說不給就不給 妳既然違背了合約 那沒有辦法 那就打架吧 查士丁早就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 他又不是250 他之所以敢這麽做 他心裏肯定是有底氣的 因為他拉攏了西突爵 拉攏了受波斯人統治的亞美尼亞人 伊利里亞人 和他們結為同盟 與波斯帝國開戰 雙方在亞美尼亞打得妳死我活 雖然查士丁的算盤打得是好 可願望歸願望 現實歸現實 西突爵賊得很 他們根本就沒怎麽幫忙 拜占庭 拜少甚多 損失慘重 最後兩家還是得坐下來和談 查士丁無奈又拿出了一大筆錢賠給了波斯 雙方才休戰 內憂外患 加上接連的打擊 把查士丁逼成了精神錯亂 他已經不適合當皇帝了 最後不得不提前退休 他和他的皇后索菲亞沒有後代 索菲亞推薦了壹個叫提比列的帥哥 以前不是有個皇帝也叫提比列嘛 所以這個叫提比列二世 他上位完全就是因為掌握帥 和查士丁一世有那麽壹丟丟非常非常非常遠的聯姻關係 以前是壹個軍人 他得到了皇后索菲亞的寵信 查士丁二世封了之後 他和索菲亞就逐漸掌握了局勢 並最終登上了地位 在衛時 拜占庭和波斯繼續膠著 同時由於他的大軍都用來和波斯打架了 所以新的仇佔斯拉夫人入侵帝國西部的時候 提比列根本就沒有辦法阻擋 只好眼巴巴的看著斯拉夫人任意妄威 又搶又殺 此後斯拉夫人的問題也逐漸成為了帝國內部最大的問題 他在位四年就死了 也沒有兒子 把帝國交給了自己的女婿莫里斯 莫里斯繼位前是和波斯交戰的指揮官 登基之後與波斯的戰爭也就成為了政治的重點 從查士丁二世色進攻合約 雙方動手開始 拜占庭基本上就是輸得多 贏得少 到莫里斯手裏 因為波斯自己內部出了一些問題 讓莫里斯逮到了壹個機會 他搞定了波斯 東邊這邊安全了之後 莫里斯就可以安心的收拾西部的混亂局面了 波斯內亂 波斯王子霍斯勞二世的皇位被搶了 他跑到了東羅馬 求皇帝莫里斯幫自己奪回王位 成功了 莫里斯福利霍斯勞當上了波斯的君主 還把自己的壹個女兒嫁給了霍斯勞 東羅馬和波斯就成了親家 東方穩定之後 莫里斯就開始蘊駕清真 進攻正在東羅馬境內建立永久居住的斯拉夫人和阿巴爾人 莫里斯本來就是壹個武將出身 不出意外 打打蠻族 把他們從帝國趕出去不是什麽大的問題 仗是打得很順利 悲劇的是打仗要錢的呀 本來東羅馬就壹經窮的響叮噹了 國庫是空的 妳說要搞錢 就從老百姓身上瞎瞎手也就算了 士兵他也沒有放過 莫里斯宣布要從軍人的薪水裏面扣錢 老百姓是好欺負 軍人就沒有那麽好說話了 莫里斯加重賦稅 就引起了普遍不滿 軍隊爆發了反對莫里斯的叛亂 壹個叫福卡斯的小頭頭 作為叛軍的代表 來到了首都軍事坦丁堡要和莫里斯談判 這種事情有什麽好談的 皇帝能這麽做 他當然不會覺得自己是錯的 福卡斯不愧是被選出來的代表 做事夠狠 他帶領叛軍進攻軍事坦丁堡 利用首都的叛亂推翻了莫里斯 把他的老婆孩子全部都殺了個乾淨 福卡斯加冕稱帝 壹個屁大點的小頭頭造反成了皇帝 那些行省的總督怎麽可能效忠他 而且他還是個暴君 迫害基督依信論教派和猶太人 國內的矛盾日益加劇 福卡斯在首都殺人的時候 各行省的勢力都在蠢蠢欲動 準備要出來收拾他 然而第壹個跳出來的居然不是哪個行省的總督 而是波斯 因為莫里斯是波斯國王霍斯朗二世的恩人和女婿 為岳父報仇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霍斯朗攻入拜占庭 戰爭初期波斯人很佔優勢 因為拜占庭內部不和 福卡斯也是壹個不受歡迎的皇帝 能夠打倒他也是東羅馬人民喜聞樂見的事情 所以根本就沒有人幫福卡斯 波斯壹路勢無破竹 接連佔領了不少東羅馬行程 福卡斯很著急 又沒有辦法 這種情況下讓他變得更加的暴虐 人民就更加的恨他 公元610年 壹個總督希拉克略起義反抗福卡斯的暴政 但是他年紀太大了 自己打不動 他就派了他的兒子 他的兒子也叫希拉克略 小心領兵進軍首都軍事坦丁堡 他這壹路簡直不要太順利 這時候的福卡斯已經眾叛親離了 連他的女婿都帶著帝國的衛隊轉向小溪這邊 到了首都之後 小溪依然沒有什麽受到抵抗 就進了城 連福卡斯本人也已經被貴族抓住了 送到了小溪的面前 小溪就問福卡斯 難道之前就是妳這樣的人在統治國家嗎 福卡斯反存相機說 妳的統治又能有多好 都死到臨頭了 還不知道收斂壹點 小溪壹生氣 就砍下了福卡斯的腦袋 小溪登京 開創了希拉克略王朝 有沒有留意到 希拉克略在繼位的時候 帝國已經被波斯佔去了壹些領土 現在福卡斯沒了 波斯國王霍斯拉二世 打著幫岳父報仇的口號進攻敗戰艇已經沒有這個必要了 那波斯會收兵回家嗎 怎麼可能 戰爭形勢壹片大好 他們當然不會回去啊 面對波斯的進壹步攻擊 在國家的危難時刻 希拉克略採取了壹系列的手段 重建壹支有戰鬥力的軍隊與波斯人堅決對抗 他數次深入波斯遠征 公元625年之後 逐漸就扭轉戰場的形勢 最終於627年的尼尼威戰役中打敗了波斯人 隨後波斯國王霍斯奧二世被自己的兒子殺死了 新王向希拉克略求和 放棄了佔領的所有拜占庭領土 這次戰爭也是拜占庭帝國和波斯薩山王朝之間最後的壹場戰爭 隨後波斯的政壇動盪 國王更替頻繁 拜占庭帝國雖然是取得了勝利 但國力消耗也巨大 長年的戰爭結果就是 不久之後拜占庭帝國失去了大片的領土 波斯更慘 薩山王朝於公元651年的時候滅亡了 那些都是後話了 就在希拉克略當皇帝的時候 穆罕默德在麥加的壹個山洞裏聽見了大天使加白烈的聲音 收到來自真主安拉的消息 讓他作為使者在人間傳播伊斯蘭教 原本在阿拉伯半島沙漠中分散過著遊牧生活的阿拉伯各個部落 在穆罕默德建立的政教合一的穆斯裏政權領導下統一了起來 原本阿拉伯分裂的各個部落實力都很弱小 不足以對北面的兩個強國造成真正的威脅 當他們團結在伊斯蘭旗帜下時 壹個新的強大的國家形成了 阿拉伯這匹黑馬橫空出世 並且開始迅速的向外擴張 無論是拜戰廷還是波斯 兩個老派大哥都被阿拉伯碾壓 一來是因為他們倆長年打架 自身耗損嚴重 就像是兩個打了半輩子架 傷痕累累的老頭 對上了壹個初出茅庐 戰鬥力爆表的青年 二來 穆斯林的宗教力量你們知道的 被宗教熱情驅動的穆斯林大軍光是在氣勢上就已經贏了 阿拉伯就跟開了掛似的 拜占庭西亞的土地一個接著一個淪陷 公元641年 希拉克勒駕崩 埃及手進的士氣因此而下降 最終連埃及也被阿拉伯人拿下了 拜占庭失去了西亞和北非的大部分領土 本來嘛 這些領土就是希拉克勒從波斯人的手上搶回來的 在手上都還沒誤熱 轉手又被穆斯林給搶了去 不過也沒什麽好可惜的 這些地方就算是放在波斯的手上 結果也是壹樣的 波斯還不如拜占庭 直接就被阿拉伯吃掉 亡國了 希拉作略有兩個老婆 大老婆死了 留下了壹男壹女 她又娶了自己的親侄女瑪蒂娜 老百姓覺得他們亂倫 都不喜歡小老婆 近親結婚嘛 她倆生了9個孩子 大多都是有病的 要麽就是殘疾 希拉克勒本意是想讓原配的大兒子君士坦丁三世繼位的 可小老婆不同意啊 最後希拉克勒就決定讓君士坦丁三世和小老婆生的壹個兒子 赫拉克羅納斯共同繼位 他死後兩人登基 但沒過幾個月 君士坦丁三世也死了 現在普遍認為他是死於肺炎 因為他身體本來就不怎麽好 長期都是病歪歪的 赫拉克羅納斯就成為了唯壹的皇帝 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君士坦丁三世留了壹手 此前已經給自己幾個親信的軍官留了話也留了錢 以籠絡軍隊 確保自己死了之後 軍方有人能幫自己的兒子出頭 拿錢就辦事 壹個將軍看準了時機 跳出來主張正義 老百姓本來也就不喜歡這對母子 君士坦丁三世又死得早 當時的民眾最懷疑是母子倆謀害了他 於是就發動了暴亂 廢除並且流放了二人 馬蒂娜被割去了舌頭 赫拉克羅納斯也被割了鼻子 這是第壹次對在地的君主使用肉刑 算是開了壹個仙河 以後有不少的皇帝也都這麽做了 君士坦丁三世的兒子 11歲的君士坦四二世繼位 後來這個皇帝留了滿臉的胡子 就被起了個綽號叫大胡子 繼位之後也是壹路被阿拉伯人摁著打 東部很多的省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 他有壹個弟弟 按照當時的稀俗 皇帝的兄弟擁有被任命為共治皇帝的權利 大胡子為了防止大權旁落 就找了壹個憋角的理由殺了他弟 這場同事操哥引起了君士坦丁臣臨的極大不滿 首都已經不歡迎他了 於是他就離開了 最後在西西裏定居 家是斑了 脾氣卻沒怎麽改 大胡子在他新的宮殿裏作為作福 壹天洗澡的時候被仆人殺死在了浴池裏 西西裏島的軍人擁戴了壹位侍衛成為新的皇帝 據說這個小哥長得特別帥 可惜再帥也沒有用 假貨就是假貨 大胡子的兒子在軍事坦丁堡早就當上了父皇帝 他繼承了地位 並且成功的率軍討伐了西西裏的叛亂者 接著上面的阿拉伯說 阿拉伯人打敗戰亭打得順風順水 中間因為他們自家出了壹點事情停了幾年 擺平的內亂之後又回到了戰場 繼續啃敗戰亭這塊肥肉 從674年開始 阿拉伯人就連續圍攻敗戰亭的大本營君士坦丁堡 來看一下地圖 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絕了 周圍全是海 隨後的4年 無論阿拉伯的戰艦在外圍占了多大的便宜 壹旦進入了敗戰亭的水域 總是逃不到什麽好處 阿拉伯人孜孜不倦 堅持不懈 終於逼得敗戰亭出動了勘戰的秘密武器 希臘火 這個希臘火是什麽樣的黑科技 敘利亞有個叫加利尼克斯的建築工人 平時他喜歡搞搞鏈金術 因為職業和愛好 加利尼克斯對壹些化學的材料特別敏感 他同時也是壹個基督徒 隨著阿拉伯人的崛起和擴張 敘利亞被阿拉伯佔領後 作為基督徒的加利尼克斯待不下去了 他就逃往了君士坦丁堡 在途徑小亞西亞地區時 他發現了當地出產壹種黑色粘稠的液體 這種液體有很特別的性能 加利尼克斯就突發靈感 用自己掌握的化學知識開始做實驗 金子他是沒煉出來 倒是用這種液體煉出了日後 讓敗戰亭名震江湖的大殺氣 公元678年 已經被阿拉伯圍剿了四年之久的敗戰亭首都 君士坦丁堡危在旦西 阿拉伯對敗戰亭發動了陸地和海上的聯合進攻 因為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特殊 陸戰不是很好打 阿拉伯就集中了海上的力量 向該城發動了總攻 雙方在海上對峙 阿拉伯是打算要徹底消滅敗戰亭的 他們的艦隊身勢浩大 艦上裝滿了工程的器械和士兵 而敗戰亭這邊卻很奇怪 居然在生死存亡之際 只出動了寥寥幾十艘戰艦 其他的都是小船 意想不到的是 戰鬥開始後 敗戰亭人從小船上噴出了一種火焰 伴隨著濃煙 這些火焰直接就噴到了附近的阿拉伯船上 沒噴到船上的落在了水裏 也沒有熄滅 非但沒有熄滅 反而更加凶猛的撲向阿拉伯的戰船 阿拉伯艦隊頓時就陷入了火海之中 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船隻全部都被燒毀了 阿拉伯人根本就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 身上的船也潰不成軍,急急忙忙就往回跑 敗戰亭的海軍趁勝進攻 阿拉伯軍撤退的途中又遇到了暴風雨 最後只剩下十幾艘傷痕累累的破船 這場海戰阿拉伯幾乎是全軍覆沒 敗戰亭人心虛若狂 於是就把拯救了自己的神秘火焰 稱為防備之火或者是海洋之火 阿拉伯人則稱為希臘火 那麼說了那麼多,希臘火到底是什麼 其實希臘火的配方早就失傳了 只能從敗戰亭零星的一些資料中一探究竟 首先它是用管子噴出來的,噴出的時候伴隨有濃煙 發明他的那個敘利亞小哥加利尼克斯 他用的原材料是黑色的粘稠液體 在水裏面火不會熄滅,容易附在船體上 綜合以上幾個條件 熟悉化學的朋友可能已經猜到了 這黑色黏糊糊的東西就是石油 加利尼克斯當時就是發現了石油能在水上漂浮和燃燒 才產生了把它作為武器的念頭 他多次實驗,以石油為主體 在製作的時候混入了一定比例的硫磺、逆氫、松香、樹脂等易燃的物質 通過加熱把它們融為燃燒性能極佳的液體 用紅吸管噴出,放在戰船的前端 能將火射上上下左右各個方向 這些油脂可以在水裏漂浮和燃燒 並且很容易就能附在敵船或者是落水的士兵身上 這場勝利對於敗戰艇的意義重大 應該說對整個歐洲的意義都十分的重大 試想一下,如果阿拉伯人成功了,軍事坦尼堡淪陷,敗戰艇滅國 難免歐洲就會遭到阿拉伯軍隊的蹂躏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征服 歐洲的文明還能保住嗎? 戰後阿拉伯的海上征服是徹底的失敗了 同時阿拉伯的陸軍在小亞西亞也遭到了重創 阿拉伯的老大被迫與敗戰艇帝國簽訂了30年的合約 同意向敗戰艇的皇帝每年進攻 這也給鎮風頭震盟的阿拉伯人澆了一盆涼水 他們的擴張第一次遇到了阻礙 也給歐洲的蠻族釋放了一個信息 阿拉伯人也不是不能戰勝的,敗戰艇是你大哥還是你大哥 比如阿瓦爾人和斯拉夫人就紛紛的向軍事坦尼堡派遣使節 承認了敗戰艇的宗主權 在未來的數年,希臘火成為了敗戰艇的上方寶劍 多次在海戰中擊敗敵人 他也是東羅馬帝國長期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阿拉伯暫時穩住了 阿瓦爾人和斯拉夫人也很實相,他們願意聽話 貌似這時候的敗戰艇日子已經好過了不少 其實也並沒有好過多少 在中世紀的歐洲,地方不大,蠻族不少 有一隻叫保加爾人的游牧民族 在他們首領的率領下,來到了多瑙和下游定居 他們佔領的這塊地方,當時名義上是屬於敗戰艇的 其實敗戰艇早就管不了了,長期都被另外一個蠻族把持 現在不過是換了一個蠻族而已 這件事要是放在以前,拜大哥是不會管的 先有波斯,後有阿拉伯 拜戰艇保命要緊,根本就管不了這些 可是今時不通往日了 拜戰艇剛剛制服了阿拉伯,風頭震望 皇帝軍事坦丁四世信心爆棚 於是他就決定要出征討伐保加爾人 雙方於公元680年發生了衝突 結果他們小看了保加爾人 拜戰艇的軍隊被狠狠揍了一頓 君士坦丁四世被迫簽訂了正式協議 允許保加爾人在拜戰艇的地盤上建立了自己的國家 保加利亞第一帝國,還承諾向該國每年支付共軍 這是在拜戰艇的領土上第一次出現了獨立的王國 而且還是得到了拜戰艇帝國承認的 君士坦丁四世死後,他的兒子查士丁尼二世紀位 這個二世一身坎坷,在位的時候被一個軍官推翻樓放 他跑到了外面找了外援,殺了回來之後復位了 復位沒多久又被另一個軍官推翻處死 之後拜戰艇又更替了幾個皇帝,基本都是篡位的 政局一直都很動盪 就這麽過了幾十年 壹個莫名出身的將軍利奧三世在阿拉伯人的支持下取得了皇位 開創了伊蘇里亞王朝 利奧三世執政期間,阿拉伯人佔領了帝國大部分的領土 而基督教翻展到這個時候,勢力已經非常強大了 阿拉伯人征服了不少基督教的地區 他們信仰不壹樣吧 導致了很多被佔領地區的基督教修士 跑回到拜戰艇帝國境內 近年的修士人數不斷不斷的增多 新的問題就出現了 教會本來就是國內最有錢的機構,享受各種各樣的特權 加上他們跑回來之後 開始掛壹些耶穌的畫像或者是雕像 讓信徒過來朝拜 以此瞑目來搜刮老百姓的錢財 這樣搞就直接擠壓了老百姓的生活空間 令宗教階層成為了當時社會的壹大負擔 利奧三世看到了弊端 於是他兩度宣布反對供奉聖領 開始了紳士浩大延免百年的聖像破壞運動 同時他沒收教會的土地,逼令修士還俗 這場運動大大的打擊了基督教會的勢力 最重要的是利奧三世將沒收的田產和土地分配給軍隊和貴族 從而兼顧了利奧三世的統治 表面上看皇帝是讓基督徒別搞偶像崇拜了 實際上在破壞聖像運動爆發之前 皇帝與教宗爭奪權力的鬥爭一直都沒有停止過 而且越演越烈 自四世紀以來 拜占庭的皇帝就對教會會有極大的影響力 但是教會壹直都力圖希望要擺脫皇權的控制 到了七世紀末 羅馬的壹個主教在與皇帝的鬥爭中 公然煽動軍隊反叛朝廷 教會的權力在不斷的增高 皇帝正愁找不到方法對付他們 正好利用這場運動打著宗教的旗幟打擊教會 這也是促成利奧三世發動聖像破壞運動 以限制教會發展的原因 伊蘇里亞王朝其他的皇帝沒有什麽好說的 這個王朝的末代君主是個女的 伊琳娜女皇 她是拜占庭帝國和歐洲歷史上的第一個女皇 伊琳娜出生在雅典 可能是個貴族 她從小的時候就沒了爹媽 她是個孤兒 公元768年被皇帝君士坦丁武士帶到了首都君士坦丁堡 進入皇宮 第二年就嫁給君士坦丁武士的兒子利奧四世 至於君士坦丁武士為什麽會有兒子挑了這個媳婦 不知道 老皇帝死了之後 利奧四世就成為了唯壹的皇帝 和皇后伊琳娜生下了壹個兒子 也是他們唯壹的兒子君士坦丁六世 沒過幾年利奧四世就壹年早逝了 君士坦丁六世登基 當時這個兒子還太小 利奧四世在死前就讓伊琳娜設陣 還有種說法 不只是讓她設陣 讓母子倆共同執政 伊琳娜屬於父皇帝 主皇帝還是他們的兒子君士坦丁六世 這對母子其實開局不是很順利 利奧四世有幾個同父異母的兄弟 這幾個小叔子都跳起來反對伊琳娜 除了爭奪皇權之外 還有他們的政界也不同 從利奧三世開始 伊蘇里亞王朝的歷代皇帝 都奉行的是聖像破壞政策 而伊琳娜並不是 她是支持聖像派 於是利奧四世的幾個兄弟就開始密謀篡權 一出手他們才發現 這個伊琳娜不是壹個普通的良家婦女 政變很快就被她鎮壓了下去 還把這幾個小叔子丟到修道院做神父 輕輕鬆鬆就清楚了王座周圍的威脅 伊琳娜她不是支持聖像派嗎 她掌權的時候就宣布 所有破壞聖像的都是異端 崇拜耶穌畫像完全沒有問題 隨著兒子君士坦尼六世逐漸長大 她開始不願意被老媽擺佈 和大部分攝政的太后壹樣 伊琳娜當然不願意乖乖的交出手上的權利 兒子越是想要擺脫老媽 老媽就越不願意放權 這種矛盾沒有辦法調節 終於 壹次兒子企圖要用武力獲得自由 被老媽粉碎之後 伊琳娜就決定要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 她要求臣民們從此只對她壹個人效忠 承認她為最高的統治者 她來做主皇帝 兒子當副皇帝 這個提議直接就惹火了壹些軍官 他們是討厭伊琳娜的 主要就是因為伊琳娜崇拜聖像 破壞聖像活動很大的收益者就是軍方 利奧三世不就是把從聖像派教會收來的錢發給軍人嗎 所以他們不願意向崇拜聖像的女皇宣誓 同年10月爆發了由亞美尼亞護衛隊領導的反對女王的起義 最終士兵們廢掉了女皇 宣布軍事坦尼六世為唯壹的皇帝 被廢的伊琳娜不得不離開了皇宮 可是伊琳娜不是壹般的人 她也是有人支持的 在宮外的幾年 她依舊能控制她的支持者們 她的同黨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 不斷的給小皇帝洗腦 畢竟是妳媽呀 妳就原諒她吧 她壹個人在外面妳也不放心了 是吧 要不就讓她回來唄 小皇帝耳根亂就把她媽給接了回來 繼續讓伊琳娜做父皇帝 她也不容易 軍事坦尼六世 現在自己是能親政了 可是她的能力不行 在對外的戰爭中屢屢失利 她的支持者們對她都很失望 因為一些事情她殘酷的鎮壓一己 她媽伊琳娜幫她選了壹個皇后 她不喜歡 就要和這個皇后離婚 迎娶一個宮女 皇帝離婚這件事情在當時的基督教會是不被允許的 引起了教會極大的不滿 也就是說這時候的小皇帝 該得罪的人她都得罪了 伊琳娜覺得已經到了自己出手的時候 797年 伊琳娜逮捕了自己的兒子 讓人刺下了兒子的雙眼 將其廢除 關入了修道院 她終於成為了敗戰艇唯壹的皇帝 這時候的歐洲已經有了壹個叫法安克的國家 國王叫查理大帝 因為壹些原因 查理救了當時有難的羅馬教皇 這個教皇很上道 為法蘭克王國的查理加冕 讓他成為了神聖羅馬皇帝 這是什麽意思呀 這就是宣布查理他是羅馬人的皇帝了 這個消息對於敗戰艇來說 簡直就是齊齊大辱 妳們那邊是大羅馬的延續 那我們算什麽 教皇會這麽做 其實也有他的說辭 古羅馬從來都沒有女人做皇帝的規矩 拜戰艇現在的這個皇帝既然是個女的 妳們就不是大羅馬的陣統 羅馬的皇位還空著呢 那我找壹個男性來做皇帝有錯嗎 聽上去好像是有點倒流 但是這麽做 無論在事實上還是形式上 羅馬事件都再度被分裂成了東西兩個部分 查理大帝加冕之後 他頭戴皇冠覺得有點不安 畢竟自己這個皇位是沒有被東羅馬 也就是拜戰艇承認的 為了使自己羅馬皇帝這個稱號合法化 他就想了個辦法 把女皇伊麗娜娶回家 不但能讓拜戰艇承認自己 還能促使東西兩大帝國的合併 讓羅馬再度統一 伊麗娜這邊也想與查理大帝保持良好的關係 這件事就這麽愉快的決定了 但當求婚使者剛到軍事坦尼堡不久 女皇就被貴族們發動的宮廷政變推翻了 流放 帝國的財政大臣尼基弗魯斯被擁立即位 最後女皇病死在了流放地 教宗我們習慣稱為教皇 就是天主教會的老大 他們是怎麽來的呢 要從基督教說起 基督教可以分為天主教 東正教 新教 三大教派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一個分支 他們的日常活動就是拜上帝 除了自己拜上帝 神父們還負責拉更多的人來拜上帝 這些神父們有自己的團體叫教會 教會的大哥就是教皇 他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 因為天主教又是基督教中歷史最悠久 文化沉澱最深 門徒也最廣的派別 可以說是基督教的中流砥柱 所以教皇也代表了基督教的最高權威 他被認為是耶穌在當今世界的代表 工作馬就是領導教會把信仰傳不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既然權力那麽大 教皇是怎麽被選出來的呢 教皇的人選是通過投票來決定的 投票權掌握在教皇之下職位最高的神職人員手中 因為他們身穿紅衣又被稱為紅衣主教 理論上來說 教皇享有絕對的最高權力 除非他自動退位 否則是終身任期 誰也沒有權利罷免他 但實際上 教皇也有可能被紅衣主教們架空 甚至被監禁或放逐另立新的教皇 在整個中世紀 由於聖經並不是很普及 而且那個時候認字的人也不多 對聖經的解釋就都有各個地方的主教來完成 主教享有非常大的權威 同時基督教的信仰在這個時期控制了整個西方世界 羅馬教會就有了教廷的稱呼 羅馬的主教也有了教宗的稱呼 那麽問題來了 在一個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君主制國家當中 就出現了兩個最高的領袖 一個是教皇 一個是國王 那麽他們之間的關系怎麽樣去平衡呢 公元四世紀末 隨著基督教的興起 羅馬教皇作為基督教的最高領袖 宣稱自己是耶穌在人間的使者 逐步在民間樹立了強大的威信 皇帝需要借助教皇的威信來鞏固自己的統治 主動就將最高祭司的職位交給了教皇 但是教皇作為最高的精神領袖並不能干預政治 也就是說 政教是分開的 各管各的 長期以來 歐洲各國的國王都需要得到教會的承認 皇帝必須要通過教皇的加冕才能被視為陣痛 國王的頭頂上有一種軍權神獸的光環 而教皇得到了國王的承認 也能更加合理的擴大自己的聲望 他們可以算是彼此利用雙贏的關系吧 到了8世紀中期 教皇的地位已經在歐洲大部分的國家獲得了普遍的認可 而他的老東家羅馬帝國卻日漸衰敗 為了自身的安全和利益 教皇不得不開始尋找新的小夥伴 這個小夥伴就是法蘭克王國 當時法蘭克的一個高官想要篡位 可是他名不正言不順的 得找個理由才能服眾 正好教皇也在找小夥伴 兩人就一拍即合 不久高官在教皇的指使下順利的上位 為了報答教皇 這個新國王出兵打下了意大利的一塊地盤送給了教會 這塊地盤被稱為教皇國 就是梵蒂岡的前身 這時的教皇不僅僅是所有信奉基督教國家的精神領袖了 他有土地了嘛 也成為了自己統治國家的實際元首 隨後統治歐洲的那些王公貴族們 為了手下的天主教徒能聽話 都搶著要去巴結教會 在這種重心捧業的氛圍中 教皇身在一路飆高 權力甚極一時 但是走到頂峰就意味著下坡的開始 中世紀後期教會就開始衰落了 和一些歷史事件有關 和教權和王權的鬥爭有關 也和教會因為權力過大 財富過多 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欺騙賄賂的現象出現 人們對教會的態度轉變 對信仰產生懷疑等等等因素都有關系 總之實力已經大不如前的教會 再也不能對國王們發號施令 19世紀末 教皇國所在的意大利爆發了內戰 意大利人殺盡了教皇國 教皇等人沒有辦法抵抗 跑到了羅馬城西北角的一個小區 雖然沒有了往日的風光 可基督徒的龐大基數還在那擺著 為了迎合世界各地依舊尊敬教皇的基督徒們 意大利並沒有將教皇國趕盡殺絕 於是在那邊小區 教皇重新搞了一個梵蒂岡國 意大利也和他們簽訂了條約 承認了梵蒂岡為主權國家 教皇是梵蒂岡的國家元首 實行政教合一 一直到今天 教皇仍然是天主教會的領袖 與梵蒂岡國家的元首 女皇伊琳娜被廢後 她的財政大臣尼基弗魯斯被擁立繼位 這個老哥結局挺慘的 和保加利亞打架的時候被殺了 腦袋還被保加利亞的首領做成了酒杯 他唯壹的兒子斯陶拉基奧斯跟著上了戰場 沒死 重傷跑了回來 就這麽壹個兒子登基成了新帝 可是他傷得很重 奄奄一息的 當了皇帝也沒有辦法正常的履行皇帝的職責 那怎麽辦呢 好在尼基弗魯斯還有個女兒 女婿是宮廷的總管米孩兒 也沒有其他的人選了 就她吧 斯陶拉基奧斯就被迫讓位給他的妹夫米孩兒 米孩兒能娶公主 估計長得挺帥的 可惜不怎麽能幹 在位期間保加利亞攻入了拜占庭 米孩兒硬著頭皮出征 拜占庭這邊壹個主將叫利奧 另壹個主將叫約翰 加上皇帝米孩兒 因為他們三個人內部的意見不同 導致了拜占庭的軍隊悲劇了 幾乎是全軍覆沒 約翰戰死沙場 利奧和米孩兒跑回了首都軍事坦丁堡 皇帝不會打仗被認為是這場戰鬥失利的主要原因 現在拜占庭需要的是能打架的皇帝 壹個不會打仗的皇帝留著也沒什麽用 不久利奧就逼著米孩兒廢位 自立為利奧武士 米孩兒被丟到了修道院 到死都沒能被放出來 利奧武士忙著篡位的時候 保加利亞也沒閒著 直接就跑到了軍事坦丁堡開始攻城 軍事坦丁堡之前就被攻過無數次了 有哪壹次是被攻下來的 軍事坦丁堡的城牆都已經能封神了 怎麽打都打不破 隨後利奧武士成功擊敗了保加利亞對軍事坦丁堡的進攻 保加利亞的老大克魯姆在這場戰鬥中陣亡 趁著保加利亞換領導 利奧武士趁勝追擊 換得了壹張與保加利亞30年的合約 正好這個時候東部的阿拉伯也陷入了內戰 拜占庭總算能過上幾年安穩的日子 沒有了外部的威脅 利奧武士就開始搞內政 他是壹個破壞聖像派的皇帝 在他的手上 帝國又開始了壹輪轟烈烈的聖像打砸活動 利奧武士有個老戰友 也叫米孩兒 是壹個結巴 公元820年 結巴米孩兒被懷疑參與宮廷的陰謀 而被昔日的好友利奧武士投入了監獄 12月24日被判以死刑 但是第二天 也就是聖誕節的時候 米孩兒的黨羽就暗殺了利奧武士 宣布米孩兒為皇帝 他就是米孩兒二世了 剛上位 壹個叫托馬斯的部下就發動了叛亂 托馬斯走的是群眾路線 號稱要打垮貪官物力 做窮人的保護者 這場內戰身世浩大 持續了幾年 米孩兒在保加利亞的幫助下才最終鎮壓了叛亂 但是內戰削弱了敗戰亭帝國的實力 隔壁的阿拉伯人看準時機 隨後征服了克里特和西西里島的部分地區 米孩兒二世之後 他們家又傳了兩代王 末代皇帝米孩兒三世紀位的時候才兩歲 他媽他舅還有個大臣掌權 長大後的三世比較依靠他舅巴爾達斯 巴爾達斯這個人挺靠譜的 帝國雖然多次與外界發生衝突 但是都沒怎麼吃虧 內部的發展也還可以 但米孩兒三世喜歡玩 因為玩認識了一個叫巴西爾的人 他授予巴西爾皇帝護衛的工作 巴西爾的野心大著呢 為了得到更大的權力 他開始涉及陷害皇舊巴爾達斯 米孩兒三世對巴西爾極為寵信 在獲得了皇帝的默許後 巴西爾就刺殺了巴爾達斯 巴西爾就成為了帝國宮廷中最有權勢的人 同年還被宣布成為共執皇帝 然而米孩兒三世不是個省油的燈 寵完了這個他又要寵下一個 巴西爾現在得到的這些全部都是依照米孩兒的寵信 面對米孩兒新的寵物 他非常的沒有安全感 一不做二不休 就派人暗殺了米孩兒三世 這樣他就成為了唯一的皇帝 巴西爾建立了馬其頓王朝 他是拜占庭帝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皇帝之一 巴西爾他的爸媽都是農民 他出生在拜占庭馬其頓的一個軍區 得到了一個外號叫馬其頓人 所以後來他開創的王朝叫馬其頓王朝 童年的時候挺慘的 小時候一家人被保加利亞俘虜了 長大後他跑回了拜占庭 沒錢沒後台只能去打工 給皇帝米孩兒三世的一個親戚當了馬夫 出差的時候遇到了一個貴婦 討得人家貴婦歡欣得了一大筆錢 米孩兒三世不是愛玩嗎 一天米孩兒招待保加利亞的使團 席間雙方就派摔跤手來表演助性 保加利亞派出的是他們的摔跤冠軍 米孩兒的一個親戚派出了一個家臣 這個老兄虎背熊腰,一對打就秒殺了保加利亞的冠軍 拜占庭太長臉了,米孩兒很高興 對這個家臣就多看了一眼 又有一次米孩兒玩馬拉賽車 馬的性子很烈,幾個起手都搞不定 正在大家沒辦法的時候,有個人挺身而出 順利馴服了獵馬 皇帝一看,這個兄太不就是摔跤的那個家臣嗎 沒錯,這個家臣就是巴西爾 他不是在皇帝的親戚家當馬夫嗎 這些驅馬的功夫正好派上了用場 巴西爾徹底的吸引了米孩兒的注意 從此飛煌騰騰騰 這兩人很快就成為了最好的小夥伴 好到什麽程度呢? 皇帝米孩兒娶了個皇后,他不喜歡 他喜歡的是一個宮女 因為宗教問題,當時的皇帝是不能納小的 也不敢離婚,據說當時這個小三已經懷孕了 一個受皇帝寵愛的宮女懷孕 不就證明了他和皇帝通姦嗎? 那怎麽辦呢? 為了給小三找一個更合理留在自己身邊的理由 米孩兒就叫來了巴西爾說 你把你的原配老婆休了,娶我的小三 即便這樣做,巴西爾要背負罵名 他還是照做了 當然他也沒有吃虧 米孩兒補償給他的是巨大的權力 後來巴西爾還成為了帝國的副皇帝 最後他就乾脆把主皇帝米孩兒幹掉了 自己成了唯壹的皇帝 他統治時期最大的問題是來自保羅派的威脅 保羅派是基督教的壹個异端 成員主要是以農民為主的底層百姓,人數眾多 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頗有勢力 還建立了壹個脫離拜占庭管制的共和國 後來他們還和阿拉伯聯手起兵叛亂 巴西爾派兵成功的平叛 此後拜占庭又數次遠遮到誘發拉底河流域 驅逐了那裏的阿拉伯人,控制了該區域 與法蘭克國王聯手 幫法蘭克從穆斯林的手中收復了意大利城市巴黎 後來巴黎的統治者背叛法蘭克投奔了拜占庭 拜占庭得到了巴黎的統治權 在西西裏阻止了阿拉伯人的擴張,守住了意大利 這是壹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加強了拜占庭帝國在地中海地區的地位 說了那麽壹大堆,這些軍事行動的意義是什麽? 意義就是為日後拜占庭迎來全盛時代打了壹個很好的基礎 巴西爾最為人知的是立法 很奇怪,壹個農民出身的皇帝最重視的居然是立法 他參考查士丁尼法典,用希臘語編了壹本簡短有效的法典 壹直被拜占庭司法部門使用 晚年的巴西爾開始考慮他的繼承人 他最喜歡的是他和原配生的大兒子軍事坦丁 就把軍事坦丁和小老婆生的長子利奧立為了共治皇帝 可惜大兒子命短,先他老爸壹不就去了 注意啊,這個小老婆就是前任皇帝米凱爾的小三 所以小老婆生的長子利奧應該是米凱爾的兒子 而且巴西爾和利奧的關系非常非常的糟糕 更加印證了他倆並非是親生的 現在大兒子死了嘛,沒有辦法 巴西爾就把他和小老婆生的另外壹個兒子 亞歷山大與利奧立為了共治皇帝 幾年之後,巴西爾在壹次狩獵時 衣服的袋子掛在壹頭路的路角上 人被這條路拖了很遠,被救回來以後就發了高燒 死了70多歲,利奧與亞歷山大繼位 利奧與亞歷山大為共治皇帝 亞歷山大很佛系,對朝政沒有什麽興趣 國家主要是利奧在管 可惜他死得早,留下了個兒子 君士坦丁七世,成為亞歷山大的共治皇帝 君士坦丁七世太小 亞歷山大勉為其難參與朝政 他和他哥利奧不和 他哥在位時候的政策他也不管不顧 非常沒有責任性的隨意 就銷毀了大哥生前許給保加利亞的年功 這件事情的後果很嚴重 後面會說到 不過他也很命短 在他哥死後的第二年也死了 小皇帝成了獨苗 才七八歲大,滿泥巴的年紀 沒有辦法清政 誰來攝政呢? 有兩個人 一個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尼古拉斯 一個是他媽太后左翼 這兩個人不是同一條船上的意見不合 上面說到 亞歷山大取消了給保加利亞的年功 保加利亞當然不會悶聲吃虧 而且這個時候的保加利亞軍主西蒙伊士 是個超級牛叉的人物 他敢想敢幹,提著刀就衝到敗戰庭問罪 一路橫掃,打到了軍事坦丁堡,打不動了 這若稱誰都打不動 西蒙要求和談 內容也很簡單 咱們兩家聯姻 我的女兒嫁給你 你同意咱們就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了 當然就不會打你了呀 這個提議很好啊 拜占庭沒有損失還多了個皇后 這樣的好事去拿找 其實不是這樣的 西蒙的算盤是 女兒嫁給了皇帝 我就是皇帝的老丈人了 可以成為共治皇帝 過幾年拜占庭就是我家的了 西蒙才不是來議和的 他是想整個吞掉拜占庭 這個提議主教尼古拉斯同意了 他的想法很簡單 不管怎麼樣 先穩住保加利亞再說吧 可妥協遭到了反對派的否定 大家覺得這個尼古拉斯也太沒有骨氣了吧 人家太后左翼一派就堅決不同意 這個有骨氣 大家都聽太后的 既然談不妥 西蒙就再次進攻拜占庭 正當帝國與保加利亞戰事陷入膠著之時 一個司令羅曼努斯突然發動了政變 將太后左翼趕入了修道院 這一下小皇帝君士坦丁再沒有一個親人可以依靠了 真真正正成了孤家寡人 西蒙沒有做到的事情羅曼努斯做到了 他把女兒嫁給了小皇帝 自己成為了共治皇帝 他就是羅曼努斯一世 這件事讓西蒙大為憤怒 他又領著大軍殺到了軍事坦丁堡 他站在城牆下老淚縱橫 這牆的質量怎麽就這麽好 估計他這輩子也是攻不破了 無奈之下西蒙只好和羅曼努斯議和 保加利亞這顆炸彈總算能稍稍的安靜幾年 羅曼努斯攫取權力後 把他的三個兒子都加封成為了共治皇帝 拜占庭壹下就有了五個皇帝 君士坦丁七世徹底的靠邊站 於是他就把主要經歷用在了文學創作上 當了壹個文人 這個職業還挺適合他 寫了幾本書都挺著名的 成為了拜占庭歷史上學術成就最高的皇帝 再來看壹看羅曼努斯這邊 他特別看好的大兒子突然病逝 對他的打擊巨大 自己這個位子是竄來的嘛 良心不安 他覺得這是上天對他的懲罰 在繼承的問題上 開始在自己剩下的兩個兒子和正統的君士坦丁七世之間徘徊 這兩個兒子生怕老父親壹糊塗 就把皇位還給了君士坦丁七世 乾脆就發動了宮廷政變 把金爹羅曼努斯流放到了荒島上 他們的下壹個目標是誰 大家都知道 君士坦丁七世當然也知道 不能坐以待斃吧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 隱忍了幾十年的君士坦丁七世 終於佔了出來 贈品就是贈品 老百姓還是識貨的 他在人民和軍官的擁護下 逮捕了兄弟倆流放了他們 君士坦丁七世七歲的時候就登基了 到現在年近四十總算成為了帝國的壹把手 雖然他任期內並沒有什麽驚天動地的業績 可是畢竟書讀的多 治國還是不錯的 在他的治理下帝國國立真真日上 他的帝國行政論是他最重要的著作 在內政和外交方面 正是他的政策 是東羅馬帝國在之後的壹百年裏實現了中心 君士坦丁七世的皇后是羅曼努斯的女兒 他們生下的兒子沿用了外公的名字 叫羅曼努斯二世 七世是個大文人 對兒子的婚姻不太干涉 二世的老婆是自己選的 他娶了個酒店老闆的女兒安娜 安娜是個特別有心計的女生 二世繼位後 安娜把二世他媽他幾個姐姐全部都排除在政治中心之外 自己獨攬大權 二世是個不喜歡治國的皇帝 一世無成而且非常年輕的時候就死了 有人懷疑就是安娜投的毒 他們的兩個兒子繼位都是同工皇帝 一個三歲一個五歲 毫無疑問安娜涉政 現在來說兩個人 一個是宮裏的大宦官約瑟夫 二世生前很依靠他 他又手握重拳 一個是軍中的將領尼基弗魯斯 為帝國立下過輝紅的戰功深得迷心 加上安娜 這三個人現在是拜占庭最有權勢的人 按照以往的經驗 這時候的他們不相互奪權才怪呢 約瑟夫開始耍手段削弱安娜和尼基弗魯斯的權力 拜占庭先前就已經有了無數個將軍出身的篡位的皇帝了 尼基弗魯斯手握兵權也決定要奪取王位 太后安娜也沒有閒著 她設陣嘛 可這種外戚設陣的情況普遍是沒有人待見的 根本就沒有人支持她 安娜很聰明 她知道自己這樣下去早晚是要完蛋的 她得找一個有實力的靠山 誰呢 尼基弗魯斯 她主動要求嫁給尼基弗魯斯 尼基弗魯斯奪位也需要找一個震盪的理由 兩人就一拍即合 聯手先幹掉了約瑟夫 在安娜的幫助下 尼基弗魯斯上位成為了新的皇帝 安娜二度成為了皇后 尼基弗魯斯是天生的戰將 卻並不適合管理國事 她就是很喜歡打仗 可打仗要很多的錢 為了維持軍隊 老百姓的口袋就保不住了 重稅引發了民眾對於她極大的不滿 雖然尼基弗魯斯在戰場上幾乎是全勝 但是在國內喜歡她的人越來越少 她征戰多年 麾下培養了大量的優秀將領 其中最惹眼的就是她的外甥約翰 尼基弗魯斯任命約翰為帝國的最高統帥 這個小青年不但有本事 還年輕 還帥 很快就吸引了皇后安娜的注意 一來二去 兩個人就好上了 不久後的一天夜裏 皇帝尼基弗魯斯在睡夢中 被一大群刺客暗殺身亡 誰下了手呢 叫一群人來亂砍亂刺的 不像是安娜的作風 主謀是約翰 至於安娜有沒有在背後出謀劃策 大概率是有的 兩人合謀暗殺了先皇 隨後約翰自理為帝 安娜是不是又要三度成為皇后了呢 並沒有 讓約翰登基是可以的 但軍事坦定的教長開出了一個條件 不允許約翰去安娜為后 她的手段大家多多少少都見識了 這個女的實在太恐怖 這個要求對於約翰來說是很容易的 以前跟安娜私通難道是因為真心嗎 更可能是安娜皇后的身份能夠幫助到約翰而已 現在為了贏了教長的支持和安娜劃清界限 對約翰來說根本就不是問題 而且這樣都還不夠 約翰還跳出來說這個女的就是謀殺我舅舅尼吉弗魯斯的兇手 必須要留放她 夠狠的是吧 然後他就取了前幾代先皇軍事坦定七世的女兒為皇后 確立於馬其頓王朝正統皇室的聯繫 進一步的鞏固了皇位的合法性 雖然約翰尚未不那麼光彩 但不能否認的是這個小哥的確是一個軍事天才 儘管在位的時間並不長 卻成功的擴張了帝國的領土 並且大大的增加了帝國的軍事實力 公元970年到974年 短短的幾年時間 他擊敗了羅斯人的入侵 逼迫保加利亞承認自己是拜占庭的附庸國 東正阿拉伯把拜占庭帝國的勢力擴張到了敘利亞 公元976年在一次遠征的歸途中 約翰病重 回國沒有幾天就死了 可能是病死的 也可能是被一個宮廷的總管毒殺 因為這個總管貪污 他怕被皇帝發現 繼位的是巴西爾二世 這個巴西爾曾經就當過皇帝 他是誰呢? 記不記得在N年前有兩個小皇帝共治 射政太后是安娜 巴西爾就是當年安娜只有五歲的大兒子 巴西爾二世登基的時候只有18歲 看上去平平無期 不太像有前途的皇帝 這可能和他的童年遭遇有關 幾歲的時候就死了老爸 被外姓將軍奪了皇位 沒多久老媽也被流放了 從此孤苦無一 唯一能抱團取男的還是個比自己更小的弟弟 要不是皇帝約翰死得早 沒留下後代 估計他熬到老死 也登不上這個本來就是他的皇位 這時帝國有兩個頗有實力的將軍 一個叫巴爾達斯斯科萊努斯 一個叫巴爾達斯福卡斯 兩個都叫巴爾達斯 就叫他們阿福和阿科好了 看著這個貌不驚人的小皇帝 兩人同時造反 都想要取得皇位 一人造反都很棘手 兩個義氣 還是兩個有實力的義氣 這是個很頭疼的問題 巴西爾知道靠自己是擺不平的 怎麼樣才能湊出一隻騎兵呢 他環顧四周 能夠幫到自己的好像只有羅斯公國了 於是巴西爾向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求助 沒點好處人家怎麼可能幫你 好處就是巴西爾把自家的妹妹給賣了 答應把妹子嫁給弗拉基米爾 弗拉基米爾開心死了 立馬就答應了為巴西爾提供6000名勇士 娶個老婆這麼開心 是因為公主太美了嗎 美不美不知道 弗拉基米爾看中的也不是這個 因為她的新娘是拜占庭的公主 是當時最至高無上的地位象徵 那時候的羅斯公國就是一個蠻夷 相巴老一樣的存在 正統的皇室公主下架 對羅斯國來說 簡直就是給了他們天大的面子 這場婚姻帶給羅斯大公極高的聲望 弗拉基米爾還帶著羅斯國歸業了基督教 事實證明這個妹妹賣得對 巴西爾親自領著換來的這支異族軍隊開始平亂 有兵了嘛 她信心大增 加上兩支叛軍內訓 一切進行的都很順利 最終阿富陣亡 阿科被迫投降 內亂以巴西爾的全勝結束 這場叛亂對巴西爾的統治觀念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她意識到這些貴族和軍官的實力也太強了吧 強到動不動他們就會跑出來搶皇位 想要徹底的解決這個隱患 必須要削弱這些豪族的勢力 讓他們想反也反不了 巴西爾開始破壞大家族的立足之本 土地 豪族的大片土地是從哪來的 還不是把農民趕走強去豪奪來的 巴西爾下令 這些土地要麽充公 要麽物歸原主還給農民 為了進一步限制貴族 後來巴西爾還強行推行一次稅務改革 規定大貴族有義務支付低收入納稅人的欠款 什麽意思 就是說 比如說你的鄰居是個窮人 他破產了 但是他的稅還是得交的 他交不起的話 你就來幫他交 這一系列的改革 當然不受到土豪的歡迎 但很受窮複老百姓的歡迎 大大的改善底層人民的生活 國庫也得到了充實 最關鍵的是權貴們的餘錢大多被國家收走了 他們的實力大大被削弱 沒有招兵買馬和皇帝對著幹的資本了 儘管巴西爾戎馬一身打仗無數 也得益於這個政策 居然在他死後還能留下一個聰明的國庫 巴西爾在鎮壓叛黨的時候 外面的保加利亞又來了 保加利亞不是已經被先皇約翰征服了嗎 是的 征服是征服了東邊的保加利亞 但西邊也還有大批的保加利亞人 先皇約翰一死 他們就跳出來光復國家 因為政治敗戰亭內亂 他們趁機就佔領了敗戰亭的部分土地 現在叛黨被鎮壓了之後 巴西爾馬上著著手開始要收拾保加利亞 悲催的是 這時候的阿拉伯也來插一手 進攻敗戰亭 又是兩個敵人一起上 巴西爾表示很無奈 不過對於打仗這件事情 拜占庭是很專業的 人家打架的經驗都有上千年了 加上武器也很先進 如果沒有後院失火 一心對外 拜占庭的勝算還是非常大的 面對保加利亞和阿拉伯 巴西爾決定要雙管齊下 揍完了阿拉伯揍保加利亞 揍完了保加利亞 再回來繼續揍阿拉伯 這麽兩邊跑 不知道巴西爾累不累 反正他是做到了 經過數年的戰鬥 結果阿拉伯逃不到好 雙方簽訂了合約 幾年後保加利亞也被拿下 這次是真的徹底被拿下了 戰後保加利亞老大躲了起來 據說巴西爾抓了15000名戰俘 每100人將其中99人挖去雙眼 只留下一個獨眼人 然後放他們回去 想想這個場面 一眼望去全是滿臉血的瞎子在哀嚎 保加利亞的老大看到自家的部下成了這副鬼樣子 心態崩了 兩天後就死了 保加利亞徹底歸降 保加利亞被收復 他周邊被他征服過的小國也都匍復在了拜占庭的腳下 成為了附庸或者是同盟 400年了 拜占庭第一次光復了多納河邊境 此外巴西爾還吞滅了大大小小的其他一些地區 帝國的版圖達到最大 將於從南意大利延伸到高加索 從多納河跨越到黎凡特 巴西爾也是拜占庭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將近半個世紀 他的時代是拜占庭的全盛時期 巴西爾二世是拜占庭歷史上數一數二的皇帝 有意思的是他一輩子都沒有結婚 也沒有留下後代 普通人家也就算了 一個皇帝沒有後代 那繼承人問題該怎麼辦呢 估計是他把傳宗接待的任務交給了他弟君士坦丁巴士 君士坦丁和巴西爾同父同母 可差別不失一心半點 巴西爾軍事上 內政上都很優秀 君士坦丁大半輩子都在他哥的庇護下花天酒地 你說花就花吧 好歹留下個兒子繼承帝國也好啊 可惜沒有 生了三個女兒 巴西爾病逝的時候已經60多歲了 君士坦丁繼位 他也60多了 又沒有兒子 繼承人是一個大的問題 因為生的都是女兒 這種情況在拜占庭以前是有過先例的 女婿來繼位 但是現在君士坦丁還活著 他很擔心如果自己把女兒給嫁出去了 未來的女婿會過度的干預皇室事務 於是他就把大女兒送入了修道院 也不准他的兩個小女兒結婚 直到他快歸西的時候 才決定繼承人的這件事情不能再往下脫了 他就選了一個貴族當女婿 娶了她的二公主佐伊 君士坦丁在位其實也就三年的時間 雖然很短暫 卻對帝國日後的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先來回顧一下他哥巴西爾一生為帝國留下了哪些財富 一個巨富的國庫 一個皇室穩固的政治環境 一個幅遠遼闊的帝國 當君士坦丁上台後 他完全不關心國事 也沒有能力處理政務 而且年紀也大了嘛 估計也不想改變了 依舊過著該吃吃該喝喝的生活 壹點皇帝的自覺都沒有 可是國家還是得運作的是吧 於是國鎮又有軍事坦丁堡的官僚貴族取得了共治權 巴西爾在位期間好不容易從貴族手上奪得的權利 很快就失去了 又回到了巴西爾改革之前的老樣子 這樣下去看來國庫也是保不住的 果然沒過多久 巴西爾辛苦積攢下來的帝國財富也被揮霍一空 拜占庭帝國由此走向衰落 不知道如果巴西爾知道這些 他的棺材板還壓不壓得住 君士坦丁安排完女兒女婿的婚事後就死了 女婿羅馬努斯和女兒左翼共同登上了皇位 稱為羅馬努斯三世和左翼一世女皇 左翼是拜占庭和歐洲歷史上的第二個女皇 這時候的他已經50歲了 羅馬努斯也年過花架 他們又是政治聯姻 兩人很快就彼此厭煩 左翼找了一個男寵米孩兒 不久後羅馬努斯就被發現死在了浴室裏 他早上剛死 當天晚上老婆左翼就和米孩兒結婚了 還讓這個米孩兒成為了共治皇帝 稱為米孩兒四世 左翼不是50多歲了嗎 生不出孩子了 兩人就認了一個羊子 米孩兒四世的侄子米孩兒五世 就知道他們大米和小米吧 幾年後 大米就病死了 小米登基 和楊母左翼女皇共同執政 小米是個很有野心的蛙 不喜歡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媽一天到晚的管自己 登基後的第二年就把女皇送到了修道院 他這個錯誤犯的有點大 自己是什麼樣的出身自己不知道嗎 要不是他就長了帥被女皇看上了 他現在什麼都不是 整個帝國上上下下 當然都不同於馬其頓正統的皇室成員被這麼欺負 在一片深討深中 小米被廢 左翼女皇被接回了皇宮 一統回來的還有他的三妹迪奧多拉 姐妹倆共同執政稱帝 兩個月後左翼第三次結婚 這個老公貴族出身又叫君士坦丁 拜占庭叫君士坦丁的皇帝有十一個 這個是倒數第三個 也被封為共治皇帝 君士坦丁九世 他和左翼和迪奧多拉三個皇帝共同執政 後來左翼離世 剩下迪奧多拉和姐夫 但實際的權力只掌握在君士坦丁的手中 君士坦丁屬於那種優優雅雅的貴族 挺會做人的 但並不會治國 對於大貴族 他只知道討好 在他執政的時候 各省的實際權力都落入了高官的手中 他覺得拜占庭養的兵太多了 用不上 為了節省開支 解散了在亞美尼亞的駐軍 這個白痴舉動直接又導致了後來拜占庭在亞洲失去了大片的土地 不過他也沒能掌權幾天 很快也就病死了 還剩下一個迪奧多拉女皇一年後也死了 他們都沒有後代 就這樣 拜占庭最輝煌的馬其頓王朝後繼無人 徹底斷了香火 迪奧多拉的寵臣米孩爾被立為了繼承人 也就是後來的米孩爾六世 米孩爾六世一上臺就要求解散些軍團 導致了兵變 他倍感下臺 將軍伊薩克科穆寧稱帝 開創了科穆寧王朝 可是這個王朝的中間是斷代的 伊薩克兩年之後就退位了 他的一些政策損害了貴族的利益 加上他自己又生病 在教會和官僚貴族的逼迫下不得不退位 取代他的不是他們家的人 是一個被教會和貴族扶植的大叔軍事坦定時事 當然了 他自己也是貴族 他是被推上位的嘛 必須要保障股東的利益 他取消了前人伊薩克限制官僚貴族的措施 又給教會一大堆的好處 可惜這種老好人的皇帝是治不好國的 在位期間拜占庭屢遭強敵的進攻 什麽塞爾駐突厥人什麽匈牙利什麽庫曼人諾曼人 全部都紮隊來入侵拜占庭 帝國丟掉了不少的領土 軍事坦定他有幾個兒子 接班的是大兒子米哈爾七世 繼位的時候年紀小 也不算太小 十幾歲吧 但他自己並不喜歡朝鎮 太后尤多西亞當然是要攝政的 軍事坦定自己倒是死了一了百了 可是尤多西亞的日子不好過 他留下的是個大爛攤子給他的老婆 敵人又多又凶悍 帝國危機四伏 局勢動盪 尤多西亞很清楚 自己孤兒寡母的和兒子無依無靠 能不能保住小命都是問題 他們必須要找一個強有力的外源 太后就誤死了壹個頗有實力的將軍羅曼努斯 嫁給了他 羅曼努斯四世成為了皇帝 都是皇帝了嘛 國家的事情是自家的事情 他在位期間 羅曼努斯多次領導對塞爾駐出絕人的軍事行動 收復了許多的師弟 可是他也不是戰神 在壹次戰役中被突厥人俘虜了 皇帝都被抓了 那國家怎麽辦呢 不是還有個小皇帝米哈爾七世嗎 羅曼努斯被俘後 年僅21歲的米哈爾 被推舉成為了唯壹的皇帝 有趣的是 突厥的蘇丹綁了羅曼努斯 但並沒有殺他 好吃好喝的餵了壹陣之後 就把他給放了回來 還送了他大包小包的禮物 當然除了禮物之外 羅曼努斯還帶回了壹張合約和欠條 估計蘇丹覺得殺了他也沒什麽用 不如換點錢花 總之羅曼努斯就這麽健健康康的回來了 可敗戰庭變天了 自己已經被廢 皇后也被丟到了修道院 他不甘心 趕緊就集結了殘兵救部想要掙扎壹下 結果失敗了 被米哈爾挖去了雙眼流放 聽到這兒 是不是覺得這個米哈爾是個堅強剛毅手段果敢的帝王 恰恰相反 這個小哥身性懦弱 他的這些決策的背後都是有人操控的 米哈爾主要依靠的是他叔約翰和寵臣尼基弗里特澤斯 尼基特別的貪財 手握大權之後就開始搞糧食壟斷 造成了帝國物價飛漲 老百姓買不起飯吃 自然是要造反的 於是軍事坦丁堡爆發騷亂 敗戰庭的皇帝最怕的就是動盪 因為不知道從哪就會冒出幾個有錢又有兵的人就把皇位給搶了 這次也不例外 爭奪皇位的又是兩名軍官 兩個人各自率兵攻打京城 其中的壹個軍官還拉到了突厥人的支持 他先衝進了軍事坦丁堡 逼著皇帝退了位 自己登基成帝 他就是尼基弗魯斯三世 順便說壹下 他這個時候已經77歲的高齡了 當時能活到這麽大的人都沒有幾個 人家還帶兵拼搏 最後還當上了皇上 同時還娶了個比自己小50歲的瑪利亞 瑪利亞是誰呀 就是上壹個皇帝米哈爾七世的老婆 娶了個前皇后 估計是尼基弗魯斯三世是為了顯示 自己這個皇帝當的名正言順吧 好勵志啊 可是他畢竟還是老了 政務交給自己的幾個小弟處理 帝國的軍隊也交給他很欣賞的幾個將領 其中有個叫阿萊克修斯科穆寧 科穆寧 這個名字好像在哪聽過是吧 沒錯 視頻開頭的將軍伊薩克科穆寧稱帝 開創了科穆寧王朝 伊薩克就是阿萊克修斯的大伯 他們是一家人 後來伊薩克不是做了兩年的皇帝就被迫退位了嗎 科穆寧王朝中斷了 現在阿萊克修斯即將為這個王朝蓄上香火 從巴西爾二世之後的一拜多年 拜占庭就沒有出現過特別特別有能力的皇帝 帝國衰敗長期都被外族入侵 國內也是反叛不斷 直到阿萊克修斯出現 才稍稍的實現了拜占庭短暫的忠心 早年他是個將軍 帝國不是內外換馬 哪裏有麻煩 皇帝就讓阿萊克修斯去解決麻煩 通常他都能不錯的完成任務 尼吉弗魯斯三世對他特別的器重 讓他來管理軍隊 再來說一說他的出身 他大伯是皇帝伊薩克科穆寧 雖然被迫退位了 可是他們家還是大貴族 伊薩克的弟弟也就是阿萊克修斯的親爹生了一大堆的兒女 通過聯姻 他們家和軍事坦尼把很多重要的貴族都建立了聯繫 兒女當中最耀眼的當然就是軍公主位的阿萊克修斯 他還娶了杜卡斯家族的小姐姐伊琳娜 這個杜卡斯家族就是米哈爾七世他們家族 伊薩克下台之後上位的就是杜卡斯家 可米哈爾後來不是也被將軍出身的老頭尼吉弗魯斯三世篡位了嗎 杜卡斯家族也就失去了皇位 阿萊克修斯身後依仗的是兩個敗戰品最牛的家族 科穆尼和杜卡斯 而且他還受到了現任皇帝尼吉弗魯斯三世的重用 手握兵權 杜卡斯家族被尼吉弗魯斯篡位了 對吧 他們的權力也被削弱 為了爭取自己的利益 就拉攏了阿萊克修斯一起對抗尼吉弗魯斯 現在的阿萊克修斯是尼吉弗魯斯的寵臣 如果只是為了幫杜卡斯家族的話 他好像沒有必要冒那麼大的風險和皇帝對著看 讓阿萊克修斯真正下定決心要推翻皇帝的 也與尼吉弗魯斯態度的轉變有關 阿萊克修斯不是很受寵嗎 不少人就嫉妒他 天天在皇帝的面前敬禪言 時間久了 次數多了 尼吉弗魯斯對他的懷疑就逐漸增加 體會到了皇帝如此猜忌自己 阿萊克修斯就產生了推翻皇帝 奪回本來就屬於科目寧家族皇位的想法 在做好了萬全的準備後 阿萊克修斯就帶兵進入了首都 很順利就廢了尼吉弗魯斯加冕稱帝 他現在接手的帝國沒錢 軍事薄弱 領地被外族搶了不少 亞洲的大部分都失去了 歐洲的部分還被諾曼人不斷的進攻 眼看亞洲意識辦法也是收不回來的 不如就集中力量去抵抗諾曼人 別把歐洲再給丟了 拜占庭是很能打架 可是這一回他們遇到的諾曼人戰鬥力更強 為了以防萬一 阿萊克修斯就決定要找一個幫手 他瞄準了和拜占庭關係不錯的威尼斯 他許諾給威尼斯貿易的特權 以喚取威尼斯強大的海軍支持 加上拜占庭自己也集結了一支軍隊 雙方就直接開戰了 可惜這一仗失敗了 拜占庭一方軍隊當中好多都是僱傭兵 僱傭兵哪裏談得上忠心 面對諾曼人的虎狼之師 跑得跑散了散 拜占庭軍隊在戰場上被全線擊敗 好在阿萊克修斯跑得快 跑了回來 可是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呀 諾曼人還在不斷的進攻 看來還得找一個更厲害的幫手 阿萊克修斯就拿出了一大筆錢 說服了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亨利四世 進攻諾曼人的大本義南意大利 又鼓動南意大利當地的貴族發動了叛亂 使得諾曼人不得不分出部分的軍隊轉移回意大利用於防禦 後來與諾曼人直接的戰鬥中 阿萊克修斯用技贏得了戰鬥 最終解決了危機 收復了大部分先前被諾曼人控制的領土 諾曼人這邊暫時是穩住了 接下來他又打擊了一些其他入侵的外族 但是有一個非常非常棘手的敵人 也是拜占庭的老對手了 塞爾駐突厥人 阿萊克修斯登基的時候 塞爾駐突厥人已經佔領了拜占庭大片的亞洲土地 阿萊克修斯穩定了歐洲的諾曼人後 就準備從突厥人的手裏收復失地 可是這件事情很難 當時拜占庭的處境並不是很樂觀 突厥人也不好對付 簡單的說就是拜占庭有心無力 於是 阿萊克修斯就找到羅馬教宗烏爾班二世 求他老人家幫忙招一點僱傭兵 不去求其他國家的國王幫忙 求教宗幹嘛呢 因為教宗的面子大呀 基督徒遍布歐洲 教宗一個招呼呼啦啦一大片國家就會跟著響應 烏爾班二世很給面子 況且突厥人領地中包括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就不用說了吧 聖城基督徒們朝神必去的地方 現在被信仰伊斯蘭教的突厥人把持著 這是讓基督教國家很不舒服的地方 就這樣 在教宗的召喚下 一直打著幫拜占庭對抗突厥人 由西歐各個國家組成的龐大軍隊就集結了 他們叫十字軍 為什麼叫十字軍 不叫聯合軍 不叫正義軍 不叫上帝軍 因為參加這場戰爭的士兵都配有十字的標誌 十字軍分為兩波 一波是由西歐的底層人民組成 比如說農民 流浪漢 罪犯等等 另一波是由西歐的王孫公子哥們組成 第一次東征先派遣的是農民軍 這支軍隊人數眾多 可很搞笑的是 他們都沒有受過軍事訓練 也沒有裝備 也沒有補給 就這麽赤裸裸的上路了 他們跋山涉水 進入了拜占庭的境內 人總是要吃飯的嘛 沒有急啊 加上又沒有文化 怎麽辦 那就搶了 這支部隊邊走邊搶 這樣阿萊克修斯感到非常頭疼 明明自己就是想讓教宗幫忙招一點僱傭兵 誰知教宗給自己送來的是那麽一支瘟神一樣的隊伍 等十字軍到達軍事坦丁堡後 阿萊克修斯深怕他們過多的停留 急急忙忙找了一條大船把他們送到前線與突厥人打架 結果可想而知 沒有受過訓練 武器裝備也非常的low 純粹就是去送死 被突厥軍隊全線擊潰 先鋒失敗了 第二支十字軍就是王公貴族組成的那支很快就補上 他們也很順利到達軍事坦丁堡 這支隊伍當然比農民軍強大太多太多了 全是一些西方的大貴族領導的 可阿萊克修斯又開始頭疼了 為什麼呢 這支軍隊是挺強的 但是和農民不一樣 不是稀里糊塗找條船把他們丟到戰場就完事了 好在阿萊克修斯的外交手段非常的高超 他各個擊破 每個國家的領隊都去忽悠了一遍 最終達成了協議 十字軍在前線打架 拜占庭管理後勤的工作 必要的時候也需要參戰幫助一下十字軍 打下來的土地原來是拜占庭的 就還還給拜占庭 達成了共識之後 阿萊克修斯就把軍隊送到了前線 這支軍隊必須得誇一下 正規的歐洲騎士果然不是吹的 和農民軍完全就是一個天一個地 一路打得突厥人不斷的投降 幫助拜占庭收復了大片的土地 可是後來歐洲軍還是遇到了麻煩 被突厥圍困 這時候阿萊克修斯不是理應出來要幫十字軍的嗎 他們是協議過的 沒想到阿萊克修斯驚得很 他掰起手指算了算 救他們好像不划算 就沒有去救 後來十字軍自己突圍了 可阿萊克修斯見死不救 讓雙方撕破了臉 協議作廢 已經達到了這個程度 十字軍原先東征的目的是幫拜占庭對抗突厥人 現在逐漸演變為奪回聖地和耶路撒冷城 他們要把東方的基督教從伊斯蘭教的統治中解放出來 1099年 十字軍攻陷了耶路撒冷 屠殺了城中大量的穆斯林和猶太居民 東征中一些貴族打下的土地 他們自己建立了埃德薩伯國 安條克公國 耶路撒冷王國 和位於巴勒斯坦的黎波里伯國 四個十字軍國家 收回到阿萊克修斯這邊 十字軍除了幫忙收回帝國亞洲的領土之外 十字軍國家的建立也大大的緩解了突厥人對於拜占庭的威脅 此後的拜占庭度過了一段相對和平繁榮的歲月 阿萊克修斯在位三十多年接手時面臨的是一個即將崩潰的帝國 在他的治理下帝國復興 之後是他的大兒子約翰二世紀位 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皇帝 約翰二世被稱為美男子 其實他本人又黑又矮 樣貌也很醜 說他是美男子也不是諷刺他 是指他的性格非常的好 在那個時代皇帝處死人太正常了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處死或者是致殘任何人 是一個模範老公 模範老爸 生活節儉道德高尚 勤之愛民 有智慧有高度 反正就是很好 很受人民的愛戴 約翰雖然是先皇阿萊克修斯的長子 可他的繼位充滿了坎坷 不是他爸不喜歡他 他爸是希望他來繼位的 難搞的是他媽和他姐 他媽希望他姐和姐夫繼位 於是乎這對母子天天在他爸阿萊克修斯面前叨叨叨叨叨 為了家庭的和睦 阿萊克修斯一直都模模糊糊 沒有確定宣布讓誰來繼位 終於等到阿萊克修斯奄奄一息的時候 約翰帶著一對親戚來到垂死的老父親面前 獲得了帝國的信物 回宮登上了寶座 他媽和他姐都懵了 沒想到功愧一愧 他們心有不甘 開始要謀劃篡位 可惜沒成功 被約翰識破了 既然搶不到就暗喻天命吧 他媽被送到了修道院 他姐安娜也退出了政局 安心的寫作 最後還成為了一位歷史學家 在對外關係上 約翰做了很多有利於帝國的事情 比如說處理佩切涅格人 佩切涅格人是西突厥的一支 數年來時不時就會跑到拜占庭去搞點事情 為了徹底解決到這個麻煩 約翰組織了一場對佩切涅格人的毀滅性的突擊 雖然仗打得很艱難 好歹還是贏了 拜占庭終結了佩切涅格人作為一個獨立民族的存在 而且還收編了許個戰俘 安置到帝國的軍隊中 還有諾曼人和突厥人 這兩個死對頭已經被多次提到了 就是隱魂不散 一直對外戰庭都是威脅 為了防禦南意大利的諾曼人 約翰與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締結了同盟 共同對付他們 結盟之後 約翰的心裏就有底了 西方的諾曼人不用他再來操心了 是時候該打擊打擊東方的諾曼人了 東方的什麽諾曼人呢 這件事要從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的時候說起 約翰他爸阿賴克修斯求教宗幫忙 教宗挖起了西歐基督教國家 討伐突厥的第壹次十字軍東征 東征的結果十字軍完勝 西歐的壹些貴族還建立了四個十字軍國家 其中壹個叫安條克公國的國家就是諾曼人建立的 安條克原本是敗戰庭的土地 讓突厥人給搶了 十字軍收回來了 但是沒有還給敗戰庭 這件事呢 還是和阿賴克修斯有關 十字軍東征的時候不是被突厥圍困過嗎 被困的這個地方就是安條克 阿賴克修斯本來是和十字軍有過約定的 十字軍有難 阿賴克修斯是有義務去救他們的 但他不是沒救嗎 所以事後十字軍自己突圍佔領了安條克 和阿賴克修斯鬧白老 不肯將安條克還給敗戰庭 軍中的諾曼貴族在安條克就自立建國 大概淵源就是這個樣子 現在約翰想拿回安條克就直播小亞西亞 很順利 沒費什麽勁安條克就投降了 這還不算什麽 約翰最光輝的時刻是在1137年 他接受了安條克公國 埃德薩伯國 與迪利波利伯國在三個十字軍國家的效忠 此外 約翰通過打仗和外交的手段 消除了突厥人、匈牙利、塞爾維亞的威脅 總的來說 約翰在位二十多年 留下一個比他剛繼位的時候好很多的帝國 他收復了敗戰庭大量的領地 在他爸阿賴克修斯的基礎上 將帝國的復興又向前推進了一步 他的死挺意外的 打獵野豬的時候被一隻毒箭傷到了手 一點小傷嘛 他也沒有怎麽在意 回去之後病情就急劇的惡化 幾天後就死了 可能是死於敗血症 因為太蹊跷 也有陰謀論者懷疑是被人暗殺的 好在他死前已經指定了他的小兒子曼努埃爾為繼承人 曼努埃爾登基不久 塞爾駐突厥人就發動了進攻 將第一次十字軍東征建立的埃德薩公國給搶了回去 伊斯蘭教反攻奪回埃德薩的消息傳回了西歐 這件事情讓大家都很不舒服 教皇就發布了再一次東征的號召 這一次響應號召的是法國的國王陸裔七世 與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康德拉三世 兩個皇帝各自帶著自駕的隊伍去出發了 他們東征是必須要穿過拜占庭的馬 先到的是日耳曼的軍隊 第一次東征的時候出現了紀律不嚴的十字軍沿路搶劫的情況 拜占庭人民的心理是有陰影的 他們非常的不喜歡十字軍 所以就出現了日耳曼十字軍進入拜占庭後 被當地的鄉島欺騙而迷路 途徑的神士也閉門洩客拒絕提供給他們糧食 一些十字軍因此餓死渴死 好不容易到了前線 又中了突厥軍的埋伏 傷亡慘重 第二支到了法國軍也沒有好到哪裏去 同樣被突厥人狠狠揍了一頓 德法兩軍會失之後 這兩個難中難地還想對大馬士閣下手 可是還是輸了 局勢對十字軍越來越不利 兩個大佬深刻的感受到這個仗已經不能再打下去了 急急忙忙就逃離了這個是非之地 第二次東征 十字軍什麽目的都沒有達到 就以這樣非常無聊的結局告終 就在曼努埃爾忙著把過路的十字軍送到前線的時候 老仇家西西里的諾曼國王羅傑爾士 派兵搶了拜占庭幾個非常重要的絲綢紡織城市 曼努埃爾就藉此對西西里王國發動了入侵 試圖要收復南意大利 雖然沒有完全的成功 但拜占庭還是得了不小的收穫 在意大利一舉拿下了長長的一條海岸 曼努埃爾還收復了安條克公國 讓他們俯首稱臣 不久之後又看上了匈牙利 到人家的老家打了幾架 不僅獲得了大量的戰利品 還迫使匈牙利割讓了一大片的土地給拜占庭 反正曼努埃爾是個停不下來的皇帝 為了復興拜占庭 他採取非常積極的對外政策 打完了這個又去打下一個 那在他的職業生涯中都是成功 就沒有失敗過嗎? 是有的 比如說和耶路撒冷王國結成同盟進攻埃及 這兩倒是雄心勃勃的 還沒有開打 戰後怎麼刮封埃及就已經商量好了 可惜合作失敗了 回家的時候還遇到了暴風雨 有一半的拜占庭軍隊都捨在了暴風雨裏 更慘的一次是在1176年 曼努埃爾決定要集中精力對付東方的突厥人 這顆眼中釘已經威脅拜占庭N年了 曼努埃爾實在受不了 他特別希望能收復突厥人佔領的安納托里亞地區 拜占庭親舉國之力 集結了一支紳士浩大的軍隊 除了自家的兵外 把附庸國的軍隊都全部拉上了前線 武器裝備也是用的最好的 就是鐵了心要一次性解決到突厥人的問題 面對拜占庭強大的軍隊 突厥人也不傻 沒有硬碰硬 他們採取比較清晰的策略 比如說毀掉庄稼 在軍事裏面投毒 沒吃沒喝 搞得曼努埃爾行軍艱難 倒楣的事 拜占庭軍中還爆發了瘧疾 仗都還沒開打 就死傷無數 後來又中了突厥的埋伏 部隊被打了七零八落 大批的援軍被地形阻擋也沒有辦法去支援 面對一系列的挫敗 曼努埃爾的信心似乎大受打擊 後來又被突厥再次包圍 最後的結果就是拜占庭失敗了 雖然死的士兵並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這一仗對於拜占庭來說 不是簡簡單單的輸了一架 拜占庭損失了很多精心準備多年的武器裝備 使得帝國內傷嚴重 面對突厥和歐洲諸國的虎視眈眈 處境就變得更加的危險了 隨後的紀念和突厥的戰鬥依舊不斷 持續不斷的戰士嚴重的削弱了帝國的實力 曼努埃爾的健康也在不斷的惡化 最終在1180年的時候因為傷寒去世 他唯壹的兒子阿賴克休斯二世繼位 別看阿賴克休斯二世這張肖像長得很著急 他其實也才十幾歲大 繼位的時候是個兒皇帝 在位三年他媽設陣 這期間帝國遭到匈牙利威尼斯突厥人的連環攻擊 丟掉了大片的土地 太后能力有限 無力反擊外來的侵略 民眾不滿就發生了暴亂 小皇帝被他的唐叔安德諾尼卡篡位殺掉了 老安的統治以恐怖著稱 用非常激進的手段打擊貴族 動不動就全家除死 貴族階層為了自保 數次起義試圖要推翻他的統治 一次他外出離開了首都 某位先皇的女兒的後代伊薩克煽動百姓推翻了老安的統治 老安回家的時候發現自己都被廢了 本來他想跑沒跑成 被民眾又是挖掩又是割肉 整整折磨了三天才死 他是科目寧王朝最後的一個皇帝 伊薩克二世被推舉為新帝 開創了安格諾斯王朝 這個王朝有四個皇帝 總共也才二十年的時間 可想而知皇位的根底有多麼的頻繁 這二十年外面也發生了不少的大事 比如說第三次和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第一次東征十字軍攻陷了耶路撒冷對吧 後來被敘利亞給搶了 基督教國家不能忍 於是就發動了第三次東征 就是為了要搶回耶路撒冷 由英格蘭法國和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組成 直接就說結果失敗了沒有能拿回聖城 敘利亞大哥薩拉丁與十字軍立約 准許非武裝的基督徒朝聖者前往耶路撒冷朝聖 可是這個結果西歐是不滿意的 幾年後 教宗又召集了大家第四次東征 目的馬還是為了要搶回被穆斯林控制的耶路撒冷 這一次東征和敗戰艇的命運聯繫到了一起 剛才說到本朝的第一個皇帝叫伊薩克二世 登基十年後被他哥阿賴克休斯三世廢除 可伊薩克有個兒子叫阿賴克休斯四世 為了好記他哥就叫大三 他兒子就叫小四吧 伊薩克被廢後 小四也跟著他爸被囚禁 不久父子兩就成功的逃跑了 逃走了德國求盟友幫忙 第四次十字軍的領導人答應了小四的請求 前往軍事坦丁堡 幫助他爸奪回皇位 作為回報 小四承諾要給十字軍一大筆錢和軍事支持 結果成功了 大三被十字軍廢除 小四父子兩人成為了共治皇帝 這個時候老爸已經老了 基本上都是小四說了算 但是小四開了一張空頭支票 他根本就沒有能力支付 事先承諾給十字軍的報酬 怎麼搞錢呢 就讓老百姓來買單吧 重稅引發了民眾的極大不滿 復衛才幾個月就被大三的女婿阿賴克休斯五世推翻 父子兩都被廢 小四還被勒死 阿賴克休斯五世登基 反正原先十字軍的錢也不是他借的 他想要賴掉這筆賬 可十字軍能同意嗎 債主小四雖然已經死了 也不代表十字軍願意白打工 他們決定要進攻軍事坦丁堡討債 1204年十字軍攻陷 並且洗劫了這座當時基督教世界中最大的城市 之後建立了拉丁帝國 阿賴克休斯五世被抓 處死 首度淪陷了 皇帝被殺了 是不是拜占庭就滅亡了呢 其實還沒有 第四次十字軍佔領的軍事坦丁堡 建立了拉丁帝國 這段時期拜占庭的皇室流亡跑到了外面 分別建立了伊比努斯專制國 尼西亞帝國 特拉比松帝國 他們是同時出現的拜占庭流亡政權 其中尼西亞帝國的統治者迪奧多爾 是阿賴克休斯三世的另外一個女婿 流亡後開創了拉斯卡里斯王朝 這個王朝沒有什麽好說的 四個皇帝 稍微可以提一下的是第二個皇帝 約翰三世 他在位的時期 尼西亞帝國攻入巴爾幹 到他逝世時 拉丁帝國幾乎被尼西亞帝國滅亡 离拜占庭復辟只剩一步之遙 這個王朝的末代皇帝 約翰四世又是一個小皇帝七歲登基 被衛隊長官篡位 這個長官就是米哈爾巴世也是皇族出身 米巴開創了這巴列奧略王朝 1261年他從拉丁帝國手中奪回了軍事坦丁堡 由此將尼西亞帝國轉化為了重申的拜占庭帝國 第四次十字軍東軍攻陷了拜占庭的首都軍事坦丁堡 拜占庭皇族跑路建立了幾個流亡政府 而十字軍在拜占庭帝國的領土上 建立了一系列天主教的封建國家 比如俠典公國和亞蓋亞公國等 都是他們瓜分了拜占庭後建立起來的十字軍國家 以前拜占庭是東正教國家 這些天主教國家裡面面積最大地位最高的宗主國 毫無疑問就是以軍事坦丁堡為核心的拉丁帝國 軍中推舉了一個頭頭當拉丁國王 他就是報德文一世 報德文也是有領地的領主 領地當時叫做佛蘭德伯國 大概在今天的荷蘭、法國、比利時這一片 當上了皇帝之後 報德文才發現這個皇帝太難了 拜占庭的大本營雖然已經被搶了 可是人家的皇室後代跑了 建立了流亡政權 隨時隨地都準備要反撲回來 而且拜占庭貴族眼看著如今土地較被剝削掉 自然是要反抗到底的 他們聯繫了保加利亞人並肩作戰 共同對付拉丁帝國 12005年聯軍起義 報德文帶著兵慌慌慌慌慌地跑來鎮壓 十字軍被擊敗 報德文被扶後被戳瞎了眼睛 不久就慘死在了獄中 拉丁帝國遭到重創 這裏帝國開過才一年的時間 皇帝就已經死了 接下來該怎麼辦 也是拉丁帝國命不該決 在危機時刻 報德文的弟弟亨利繼承了地位 稱他為亨利一世 亨利善於打仗 連續擊敗了保加利亞和拜占庭流亡政權之一的尼西亞帝國的進攻 使帝國轉危為安 眼看著有亨利這個不錯的皇帝 拉丁帝國慢慢的走向了正軌 沒想到的是 亨利是個倒楣的孩子 1216年被他的老婆堵死 沒有留下兒子 皇位傳給了亨利的妹夫彼得 後面的幾個皇帝差不多都是花瓶角色 一個比一個無能 帝國每況愈下 領土被不斷的蠶食 到了1228年 彼得的小兒子 鮑東二世繼位的時候 拉丁帝國的領土除了軍事坦丁堡之外 幾乎已經被周圍的鄰居給搶空了 更糟糕的是 長年的戰爭導致帝國的國庫差不多建了底 是個皇帝都知道 這樣下去離亡國也不遠了 鮑東二世自己沒有什麼本事 就跑到了歐洲到處借錢 還真的借來了一些 可是對於一個國家的支出而言 尤其是打仗的國家 再多都是不夠的 一時的經濟援助只是杯水車薪 很快帝國又入不敷出了 沒有辦法呀 鮑德溫再出去借錢 這種事情吧 次數多了 就像肉包子打狗誰還借 拉丁帝國已經走到窮途末路的地步 反觀這時候 拜占庭建立起來的那些流亡國 發展的最好的是尼西亞帝國 成為了最有實力的拜占庭繼承國 得益於前兩個優秀皇帝的智力 尼西亞國父兵槍 還搶了不少的領地 可是即便是這樣 要攻下拉丁帝國還是有一點棘手 因為軍事坦尼堡周圍全是海 拉丁帝國僱傭的是海戰小霸王威尼斯人 要怎麽樣去對付威尼斯人呢 為此尼西亞皇帝米哈爾巴士 拉攏了威尼斯的敵人 拉丁帝國也是一個海軍強國 1261年 尼哈爾在盟友 和熱納亞人提供的艦隊支持下偷襲了軍事坦尼堡 這件事情其實還挺偶然的 當時尼西亞的將軍領著一支部隊 剛從前線巡邏完 回尼西亞的路上要經過軍事坦尼堡 他們發現城中居然沒有守衛 就在當地人的幫助下溜進了城 一把火燒了威尼斯人的居住區 拉丁帝國怎麽會沒有守衛呢 他們不是窮嗎 養不起那麽多的兵 好巧不巧 當時為數不多的軍隊又正好在外面打仗 就這樣 尼西亞輕鬆的打散了拉丁帝國毫無鬥志的威尼斯僱傭軍 就這麽意外的光復了軍事坦尼堡 國王鮑德溫二世坐船跑了 這個曇花一現的十字軍帝國 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內歐外患之後 終於崩潰了 米哈爾巴士建立的巴列奧列王朝 是敗戰艇最後一個也是壽命最長的王朝 剛搬回軍事坦尼堡時 這個曾經無比繁華的帝都 此時被拉丁人搞得烏煙瘴氣破敗不堪 早在1204年的時候 這裏就被十字軍和威尼斯人多次嚴重破壞 他們殺人放火無惡不作 許多西式珍寶被拉丁人搬回了西歐 現在城中人口僅有三萬多 還不及被十字軍佔領前的十分之一 米哈爾下令放棄所有的拉丁習俗 恢復了大部分原先的敗戰艇儀式和機構 鼓勵羅馬人重新回到這裏居住 重建了被破壞的教堂 修道院和公共設施 修修補補勉強還原了敗戰艇往昔的模樣 儘管米哈爾帶著尼西亞人成功的在歐洲佔穩了腳跟 但新生的敗戰艇帝國已經不是當年那個讓鄰居聞風喪膽的大哥了 帝國東西兩個方向同時都面臨著多重外部勢力的威脅 東線這邊13世紀初蒙古人的崛起改變了整個亞洲的格局 小亞西亞也受到了蒙古帝國擴張和西針的影響 蒙古人在極短的時間內很掃西亞 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大馬士哥等等這一大片全部被吃掉 這也讓歐洲位置震動 士丹利伯的敗戰艇已經有夠多的敵人對他虎視眈眈 米哈爾無論如何不能再惹到蒙古 他立馬就派使者向蒙古示好 兩家結成了同盟 後來蒙古分裂了 西部的伊爾韓國和金湛韓國經常相互打架 米哈爾為了維護於兩個蒙古政權的關係 又是宋前又是嫁女,極盡討好 這些付出對拜占廷來說也是物超所值 在蒙古兄弟的保護下 突厥人不敢輕易的動手 蒙古還協助拜占廷抵抗了保加利亞人的入侵 在西縣,跑掉的拉丁帝國末代皇帝鮑德文二世 聯合了幾個西歐的君主 共同謀劃要奪會軍師坦丁堡 這種局面讓米哈爾很擔心 如果聯軍再得到教宗的支持 麻煩就會更大 為了在教宗與拉丁帝國的支持者間製造隔閡 拉攏教宗 米哈爾決定合併東正教與天主教教會 稍微解釋一下 11世紀的時候 基督教會大分裂 分出了希臘政教 也就是東正教 以及羅馬天主教兩大宗 拜占廷是東正教 羅馬教宗屬於天主教 1274年 米哈爾簽署了兩個教會的合併協議 承認教宗至高無上的地位 這件事情對米哈爾的好處就是 更多的獲得了西方的支持 讓想要奪回軍師坦丁堡的聯軍們難以動手 可合併卻遭到了拜占廷廣大人民的反對 宗教的事情是說合併就能合併的嗎 讓信徒怎麼接受 名義上雖然雙方重歸於好 實際上這次合併就是一場鬧劇 拜占廷的人民根本就不買賬 最後東正教會撤銷了這個決定 在內政上 米哈爾巴士能夠成功的收復軍師坦丁堡 源於尼西亞帝國長年的積累 他也的確恢復了拜占廷帝國老的管理制度 可惜的是 他沒能修盛帝國過往近千年來種種弊端 各種成城軍官篡位 在拜占廷已經是家常便飯 皇帝隨時都要面臨著政敵 甚至是親戚的威脅 為了鞏固自己和家族的統治 米哈爾不得不通過捐款和聯姻 讓其他的貴族站在自己一邊 那個老問題又出現了 這幾年又是打仗 又是修復軍師坦丁堡 又是要孝敬那幾個盟友 國庫沒有錢了 這時候是不是又該向老百姓加稅了 拜占廷歷史上因為重稅引發的暴動還少嗎 米哈爾沒有那麼少 他換了這種玩法 超發貨幣 其實也是換湯不換藥 發行廉價的貨幣 還是從老百姓的手裡奪取財富 這種超發 從米哈爾巴士開始一直延續到14世紀 加速了拜占廷商業的衰敗 帝國的經濟不可逆向的走向了崩盤 為了重點保衛拜占廷在歐洲的土地 米哈爾在亞洲的安納托利亞前線削減了軍隊 導致在他去世之前 亞洲的領土就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隨著亞洲地盤不斷的喪失 拜占廷逐漸就退出了亞洲的舞台 為後世奧斯曼人的崛起提供了溫床 米哈爾的接班人是他的兒子安德諾尼卡二世 米哈爾巴士以後的拜占廷皇室 關鍵詞就是兩個字內戰 第二個皇帝安德諾尼卡二世在位差不多有半個世紀 政治上毫無見術 順便說一下他統治的時期1299年 拜占廷日後最大的敵人奧斯曼帝國建國了 說起奧斯曼帝國要從蒙古說起 13世紀蒙古西征讓羅姆蘇丹國遭到了重大的打擊 羅姆蘇丹國是塞爾駐突厥人的延續政權 統治西亞安納托利亞大部分區域 本來在西亞是拜占廷最忌諱的存在 被蒙古重創後很快四分五裂 成為了一個個小的突厥幫國 其中就包括依附於羅姆蘇丹國的一個小型突厥部落 趁羅姆蘇丹國分裂 他們正式宣布獨立建立了奧斯曼帝國 說回到安德諾尼卡二世 他爸米哈爾在世的時候 國家就已經沒有錢了 到他手上為了節省開支 二世將敗戰庭的陸軍削減的只剩幾千步兵和騎兵 海軍也全部解散 國家沒有兵他在想什麽呀 他想的是打仗的時候就叫點雇佣兵來不就得了嗎 幹嘛還要花那麽多的錢去養軍隊呢 在外界那麽多威脅的情況下解散軍隊真的好嗎 這智商有點讓人著急呀 由於裁軍嚴重的削弱了敗戰庭的實力 1300年隔壁的奧斯曼土耳其人幾乎就完全控制了安納托里亞地區 二世最出名的估計就是他和他的孫子搶皇位 起因是源於一個女人 當時兒孫滿堂的安德諾尼卡二世 特別的寵壞他的大孫子小安德諾尼卡 小安從小就被立為了太子 在宮中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是一個標準被寵壞的小孩 生活放蕩整天酗酒鬧事 吃喝嫖賭樣樣精通 最後還搞得債台高柱 祖父老安和他爸不得不對他進行管束 可越管小安就越不聽話 他想要擺脫控制 與他的胡逢好友們謀劃 企圖要從老皇帝的手上討著一塊封地獨佔一方 老安又不傻當然知道小安的用意 拒絕了他的要求 這使得小安和老安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 而真正激化矛盾的是源於小安的一個情婦 這個情婦風情萬重深得小安的歡心 可這個女的不安分在外面好像還勾搭了別人 小安知道後渡火中燒 找了幾個殺手埋伏在情婦的家門口 這天夜裏月黑風高 一個男子從情婦家出來 殺手們也沒有看清楚他到底是誰 直接就幹掉了男子 後來才發現被殺的不是別人 居然正好就是小安的親弟弟 這個消息傳回了皇宮 老安和他爸都大為震驚 他爸本來就在生病 一聽頓是急火攻心斷了氣 打擊最大的估計還是老安 一個孫子被另一個孫子殺掉了 兒子還被氣死了 這個兇手還是自己從小就視為掌上明珠的寶貝 又聯想起來了小安之前的種種 老安知道這個孫子是要不得了 他下令當即就廢除了小安的太子資格 另立皇位繼承人 小安可不是個省油的燈 他能甘心嗎 立即與私交甚甚的大貴族約翰密謀反叛 從而揭開了內戰的序幕 約翰才大氣出 直接就買下了色維色統治權 在外戰庭晚期花錢買關太正常了 他們以色維斯為根據地 小安自力稱帝 招兵買馬積蓄力量 準備與老皇帝背水一戰 小安知道自己的軍力薄弱 不足以與老安的軍力抗衡 便在色維斯地區向廣大的民眾許願 大量的贈送國有土地改革稅收 從而贏得了人民的好感 獲得了大多數民眾的支持 雙方打打合合七年 最終以小安的勢力佔領軍事坦丁堡結束 老安退位到修道院度過了餘生 小安加冕為帝 這場內戰不僅是本來就極為衰弱的敗戰艇中央集權 遭到了徹底的削弱 更致命的是內戰的雙方都投靠或者是借助了外部的勢力 老安與土耳其人和塞爾維亞人的關係密切 小安則以保加利亞人結盟 從而引狼入室 為日後外敵侵入敗戰艇提供了充分的借口 更搞笑的是這個王朝還不止這一次皇室內戰 安德諾尼卡三世從他的爺爺手上搶到了皇位後 也沒在位多久就死了 他的兒子約翰武士登基的時候才9歲 一個大貴族也叫約翰設陣 可小皇帝的親媽還在太后也想要掌權 就拉攏了一幫朝臣共同排擠貴族約翰 貴族約翰當然不能躺著挨打 一生氣乾脆就發動了叛亂 漫長的第二次內戰再度爆發 雙方打了六年貴族約翰與奧斯曼帝國結盟 在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協助下 叛軍最終攻向了首都軍事坎丁堡 貴族約翰登基稱帝視為約翰六世 不過他做了個很奇怪的決定 沒有殺掉也沒有廢掉小皇帝約翰武士 而是要和他共治 還把女兒嫁給了小約翰 他還承諾只在位十年 時間一到就退位 把皇權還給小約翰 然而七年之後 這個大叔為了繼續做皇帝 把他的兒子馬修加冕為共治皇帝 這就是明白著不打算把皇位還給小約翰了 眼見清正無望 小約翰就聯合了威尼斯人登陸軍事坦丁堡 加上大約翰親奧斯曼土耳其邀請這軍盟軍來到歐洲 讓他們駐在拜占庭的一塊領土上 其實大約翰就是想讓他們來當保鏢 和歐洲其他敵人開戰的時候 方便讓土耳其幫幫忙而已 沒想到土耳其人到達了歐洲之後 發現這位挺好的呀 順手就把拜占庭的這塊地方給佔了 大約翰引狼入室的舉動 引起了拜占庭貴族的不滿 首都的反對派跟威尼斯人會合開始逼供 約翰六世被迫退位 余生都在修道院還寫了幾本書成了一個作家 約翰五世成為了唯一的皇帝後 開始在歐洲到處求援 因為這時候的奧斯曼土耳其已經嚴重的威脅到了拜占庭 拜占庭自身內部矛盾重重 沒有能力對付土耳其 只好去找幫手 悲哀的是到處碰壁 沒有人願意幫忙 約翰五世求援歸途中還被保加利亞人給扣押了 後來被救又跑到羅馬求教宗幫忙 為了得到教宗的支持 一個東正教國家的皇帝自願歸了天主教 約翰五世以為自己這樣的犧牲可以換來西方世界的援助 誰知道並沒有 畫面的約翰回國途中要經過威尼斯 居然又被威尼斯給扣了下來 沒有辦法 因為以前打仗欠了人家好多錢 消息傳回到了拜占庭 他設政的大兒子還不願意熟他爸 幸好有個孝順的小兒子 1371年才被小兒子砸鍋賣鐵熟了回來 受盡屈辱狼狽不堪的約翰五世在歐洲兜了一圈 兩手空空回了家 回家後發現奧斯曼土耳其更加的強大了 把歐洲巴爾幹地區的幾個老強權 什麼塞爾維亞保加利亞都打得找不找北 約翰是真的沒有辦法了 好死不如賴活吧 拉下臉皮叫奧斯曼一聲大哥 承認了奧斯曼帝國為宗主國 因為大兒子不孝順還是小兒子好 約翰就立了小兒子曼努埃為储君 沒希望當皇帝的大兒子安德諾尼卡 跳出來造反推翻了老爸 自立當了皇帝 叫安德諾尼卡四世 他也沒有高興多久 老爸就在奧斯曼土耳其的幫助下附位了 約翰可能是心軟吧 居然保留了安德諾尼卡四世和他兒子的皇室身份 數年之後 約翰才知道這個決定大錯特錯 安德諾尼卡四世死後 他的兒子又是一個叫約翰的 約翰七世也跳出來搶皇位 推翻了爺爺約翰五世的統治 登基為敵 但僅僅在為五個月後 約翰五世就在小兒子曼努埃爾 與威尼斯共和國的協助下奪過了統治權 第二次復位 約翰七世跑路了 N年後雙方和好 和不好好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敗戰停一連串的皇室內戰搞得國家烏冤瘴氣 本來就已經走下坡落的帝國 已經再也沒有能力抵抗奧斯曼土耳其了 被吃掉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約翰五世於1391年去世後 小兒子曼努埃爾在帝國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 繼承了皇位 這時候的敗戰廳 不過就是軍事坦寧堡這壹座城市和希臘南部的壹點地方而已 奧斯曼土耳其估計看時間差不多了 於1394年開始圍攻軍事坦寧堡 軍堡還是那個軍堡很難打 但這麽壹直圍城總有一天還是會被攻破的 如果沒有援軍 敗戰廷就是死路一條 曼努埃爾跑到西歐再次尋求救援 結果無人回應 奧斯曼帝國如今已經十分強大了 西歐就算不為敗戰廷著想 難道壹點都不激到奧斯曼的嗎 如果他們不幫忙 奧斯曼吞掉敗戰廷後會更加的強大 下一代挨揍的難保不是西歐這些國家 其實這些他們都懂 他們不是沒有試圖壓制過奧斯曼 曼努埃爾來求援的三年前 西歐就組織過一支十字軍 欲打敗奧斯曼帝國 可失敗了大敗特敗 所以這一次聽說要對付的是奧斯曼 西歐這些軍主都不敢出聲 反正還沒打到自家的門口 沒有必要去蹚這趟浑水吧 這麽看敗戰廷是馬上就要完蛋了 哎還真沒有 歷史有趣的地方就是充滿了偶然 就在軍事坦尼堡被圍得快山窮水盡的時候 救星從天而降 來自中央的軍閥帝姆爾西珍 帝姆爾傳說是成吉斯汗的後人 這個不一定是真的 他更可能是個突厥人 是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貴族 這個老兄相當的牛叉 征服了中央的京帳漢國 隨後又進軍印度 然後席選波斯 美索不達米亞和敘利亞 然後就是奧斯曼帝國 1402年兩軍交戰 奧斯曼幾乎被蒙古兵完爆 奧斯曼的蘇丹也被天摩爾俘虜 第二年死在了監獄里 天摩爾獲勝後 並沒有繼續對奧斯曼帝國進攻 因為他的目標不是奧斯曼 他真正想要征服的是中國大明王朝 他只是怕與大明對戰的時候 奧斯曼跑過來背後插一刀 所以先要收拾掉這個背後的威脅 收拾完了自然就收兵回家 籌備與大明的戰鬥去了 這一次失敗是奧斯曼帝國大傷元氣 而且奧斯曼蘇丹死後 他的兒子們蜂擁而上搶地盤 誰搶得多勢力大就能拿下蘇丹之位 這場兄弟內戰最高興的當然就是拜占庭了 要不是天摩爾西真 要不是奧斯曼內戰 拜占庭不知道已經死了幾百次了 可惜這一切只不過是延緩了最後時刻的來臨 拜占庭並沒有因此改變 他還是那個要死不活的狀態 等奧斯曼皇位穩定之後 新的蘇丹一樣不會放過他 1422年奧斯曼就對拜占庭展開了新的攻勢 期間曼努安爾去世 將一個幾乎解體的衰败小國留給了兒子約翰八世 約翰的腦子還算清醒 字就是不可能了 還是得找人幫忙 找誰呢 還能有誰 約翰和他的父輩們一樣 又找到了教宗 教宗說幫你可以的 兩教合一了 說了那麼多次合一都沒有合成 你要是有本事搞定那就幫你呗 約翰同意了他當然同意啊 可哪次不都是皇帝一厢情願的同意 信徒們同意嗎 老百姓們同意嗎 這件事再再再再一次失敗了 約翰只能回家自己接著跟奧斯曼玩 其實他還算幸運的 至少不是個亡國之君 在面期間也還算基本上抵擋住了奧斯曼帝國的入侵 他沒有後代 弟弟接班 君士坦丁十一世 他是敗戰艇最後的主角 對手是奧斯曼帝國新上任的蘇丹 穆罕默德二世 大戰前 穆罕默德提了個建議 如果君士坦丁放棄抵抗 便給他留條後路 讓他當一個小地居的頭頭 但君士坦丁很有骨气 拒絕了 寧可戰死也絕不棄成 1453年的5月29日 穆罕默德率軍圍攻軍士坦丁堡 在城墙被攻破之后 兩軍的懸殊 讓君士坦丁意識到他的末日已經來臨 便拖上紫袍冲入敵陣 隨後消失在戰場 戰後也沒有人找到他 大概率就是戰死了 半戰庭滅亡 君士坦丁堡落入了奧斯曼帝國的手中 再一次成為了一個強國的首都 東羅馬的第一個皇帝叫君士坦丁一世 到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 整個帝國歷史千年 頭尾都叫君士坦丁 也算是有始有終吧 有趣的是 羅馬的開國君主 不是指的烏大威爾 是最最最最早的那個羅馬傳統中 建成者叫羅莫路斯 西羅馬的末代皇帝也叫羅莫路斯 很巧合吧 好了就說到這兒下次見